李水道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而有力 飞影抬起头 赤红的双眼望向李水道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与不解 你是我的仆从 也是我力量的延伸 李水道继续说道 我将引领你走向更高的境界 但你也要忠诚于我 不得背叛 飞影似乎听懂了李水道的话 他低下头 表示臣服 李水道微微一笑 他伸出手掌 轻轻按在飞影的头顶 顿时 一股强大的法力 从李水道的掌心涌出 涌入飞影的体内 飞影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他的眼中闪烁着痛苦与渴望的光芒 但随着法力的涌入 他的身体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本暗灰色的皮肤变得更加光滑 骨刺也变得更加锐利 很好 飞影 李水道满意地点点头 从今往后 我们将共同修行 共同成长 飞影抬起头 望向李水道 眼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 在魔界深处 隐魔飞影如鱼得水 他疯狂地吞噬着魔气 杀戮着铜足 身上的法力 如同洪水猛兽般疯狂增长 而在一处昏暗的洞穴中 李水道盘膝而坐 闭目养神 他身上的阴影魔气 若隐若现 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突然 李水道腰间的宝玉 亮起了耀眼的光芒 他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 诸位道友 好久没联系了 诸位可安好 陈崇月的声音从宝玉中传来 还好 王全民简单地回应道 尚可 金蝶仙子也附和道 一切如故 樊圣法王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嗯 我还困在迷宫 李水道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还没找到虚空石吗 陈崇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关切 没有 王全民叹了口气 一时间 宝玉中陷入了沉默 一年之后 宝玉再次亮起 从中传出了王全民的声音 我遇到了一个暗影魔王 被追杀了 看来 你反杀成功了 陈崇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讶 受了伤在养伤 你们谁离我近 帮我护法 王全民发送了自己的位置 太远了 陈崇月和金蝶仙子几乎同时说道 我被困在一个阴影洞穴里 无法离开 樊圣法王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李道友 你呢 王全民问道 我被困在迷宫里 李水道淡淡地说道 外面的影魔飞影 继续着他的杀戮修炼 而洞穴中的李水道 则继续修炼 完全不为所动 仅仅半个月后 诸位道友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获得了虚空识 王全民的声音 突然打破了沉默 到我这里 来集合吧 我们可以 一起建造破解传送阵 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们之前约定 传递重要信息之前 是要有口令的 你先说口令 金蝶仙子的声音中 充满了警惕 宝玉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 王全民的声音 有些不耐烦地响起 哪有什么口令 把位置发出来 樊圣法王的声音 极其平淡 似乎是相信了 王全民的话 王全民通过宝玉 发出了位置 顺便还给出了 阴影魔界一大片的地形 前段时间 你还说被阴影魔王追杀 现在就说 找到了虚空识 不合理啊 陈崇月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怀疑 我运气不错 我反杀了那个阴影魔王 从他身上 获得了虚空识 王全民解释道 好 我们这就来 凡圣法王回应道 李道友怎么不说话 金蝶仙子问道 我还被困在迷宫里 李水道淡淡地回应道 从进入阴影魔界 你就被困在迷宫里 这都已经四五年了 什么迷宫你走不出来 陈崇月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讽刺 哼 李道友分明是不相信我们 金蝶仙子冷笑道 李水道手 抚育牌漠然无声 虽然心血来潮并没有示警 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命运的判断 阴影之主 剧传有大成器的修为 太过低劣的命运感知之术 绝对感知不了 这种强大存在 对自己的恶意 片刻之后 李水道单手一扬 他的掌心之上 一只赤红的癞蛤蟆突然浮现 这头蛤蟆的皮肤上 有着诡异而妖艳的纹路 这竟然是一头二接的妖兽 他毫不犹豫地 将宝玉投入了那癞蛤蟆的口中 并将这只蛤蟆留在了洞穴 接着李水道起身 身上黑气缭绕 一件黑色的披风 将它完全裹住了 这是他炼制的法器 阴影披风乃是用阴影魔界的 魔族魔皮炼制而成 黑的如同深渊 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 李水道披上披风后 整个人仿佛融入了黑暗之中 只留下一双闪烁着寒光的眼睛 他走出洞穴 来到一个巨大的阴影魔族面前 这头阴影魔族体型庞大 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岳 浑身长满了黑色的绒毛 散发着浓郁的魔气 他伸出十几根触须 犹如巨大的触手 将李水道紧紧裹住 然后缓缓收入自己身体的绒毛之中 这便是如今的飞影 他已经成长到了三阶 成为了一头金丹级别的影魔 他的力量足以让任何生灵感到恐惧 然而此刻 他却像是一个乖巧的宠物 将李水道带离了此地 飞影在阴影魔界中纵略如飞 他的身影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如同一道幽灵般的闪电 他带着李水道 很快就消失在了远方的黑暗中 当李水道离开后不久 洞穴之中 那只赤红的癞蛤蟆 突然剧烈地膨胀 碰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他猛地爆炸开来 化作了一片浓郁的血雾 随后 血雾又化出了赤红的毒火 将洞穴里的一切烧得一干二净 那没被癞蛤蟆吞下的宝玉 自然也彻底消散了 仙剑 虚空草原之上 诸天仙蒙的所在的重地 化神器修饰静云子的面前 挂着一块巨大的玉盘 玉盘之上 五颗玉珠 犹如星辰般熠熠生辉 每颗玉珠都蕴含着虚空之力 能够跨界传训 这五颗玉珠 乃是由诸天仙蒙的炼器大师精心炼制 其名为玄天宝珠 是仙蒙的镇蒙之宝 玉珠之上 金丝镶嵌着五个名字 礼记到 王全明 陈崇月 金蝶仙子 凡胜法王 这五人 皆是仙蒙精挑细细选的原音七修士 深入那神秘的阴影魔界 为仙蒙探寻那未知的世界 多年来 五人通过玄天宝珠的传讯 将他们在阴影魔界的所见所闻 全都传入仙蒙的预盘之中 预盘之上 光影交错 犹如一幅幅画卷 展现了阴影魔界的种种奇异景象 仙蒙原本对阴影魔界一无所知 但在这五人的努力下 仙蒙逐渐揭开了那神秘世界的面纱 他们探寻了阴影魔界的地形 了解了影族的起源 原来影魔一族 竟是由阴影魔界无处不在的阴影之力演化而来 他们可能是树上的一颗颗果实 也可能是淤泥中的一缕缕黑气 甚至可能是萤火闪过之后 留下的那一抹缥缈的影子 这些信息 对于诸天仙蒙而言无比重要 即使他们五人 无法布置出破界传送阵 他们也对仙蒙对人类做出了足够的贡献 他们哪怕陨落在异解 也是有价值的 突然间 代表王全民的玄天宝珠 竟然变得阴暗晦涩 仿佛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所侵蚀 静云子眉头一皱 顿时面色凝重 这意味着 王全民所持有的宝玉 已经落入阴影魔族之手 更意味着王全民已经陨落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玉盘之上 竟然传出了王全民的声音 那声音与他本人一模一样 甚至他还在诱骗其他四人 让他们前往自己所在的地方会合 静云子虽然能够收到讯息 但却无法将警告传给其他四人 他此时可谓又惊又怒 那阴影之主的神通 竟然真的能够炼化宝玉 那宝玉如同修士的身份 玉牌一样 只允许一个人变化 这意味着阴影之主 若是来到仙界 可以冒充任何人 好在其他四人极为谨慎 并未被阴影之主的幻象所迷惑 他们虽然嘴上说要来会合 但其实一个都没有上当 看到这里 静云子这才长输一口气 只要他们不上当受骗 至少还能保留一些力量 可就在静云子稍感安心之时 他突然发现 玄天宝盘之上竟然染上了一抹漆黑的气息 那五颗晶莹剔透的玉珠 竟然都生出了淡淡的影子 这些影子落在玄天宝盘之上 虽然不起眼 但却让静云子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静云子简直不敢相信 这玄天宝盘乃是先萌的镇萌之宝 其才智特殊 能够抵御诸多神通冲击也就罢了 关键是他现在处于仙界 而阴影之主处于魔界 两者横跨虚空 他居然都能影响 这是何等的神通 即便是人族的大乘七修士 也无法做到 然而现在 这宝盘竟然被阴影之主的神通所影响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意味着阴影之主 已经定位了其他四人的位置 这一次 先萌派出的五名元阴七修士 只怕会全军覆没 静云子面色阴沉如水 心中除了愤怒 只有无奈 阴影之主的神通 超出了先萌的预料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探险 更是先萌对阴影之主的试探 诸天万界当中 试探无处不在 只要确认敌人弱小 就会将其侵吞 这就是诸天万界 万千生灵的生存法则 阴影之主的实力惊人 若是阴影魔界 没有什么先萌看得上的资源 那么以后凡是阴影之主的地方 先萌就会进而远之 若是发现了 让先萌心动的资源 那自然会另想办法 先萌以调动的手段和资源 如烟如海 不过诸天万界也是浩瀚无边 静云子需要尽快将这个情况 上报给先萌的高层 让他们做出决策 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保护先萌的利益 至于王全明 陈崇月等五人 从一开始 他们就是去赴死的 阴影魔界 一片幽暗的领域 犹如被岁月侵蚀的古老废墟 处处透露着腐朽与凋零的气息 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 一个身影仿佛万千的影子 重合在一起 那是一头四肩的阴影魔王 他站在一处高耸的悬崖之巅 俯瞰着下方的众生 他的眼眸赤红如血 他的身体深邃如叶 而他的身旁 一个身形庞大的影魔跪幅在地 浑身散发着低沉的魔气 仿佛连空气都为之颤抖 阴影魔王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而威严 飞影 你虽天赋一柄 法力远超同足 但你的力量 却仍显波杂 你身上的阴影之力 并未达到真正的纯净之境 反而被无尽的黑暗所笼罩 你可知道 如何纯化你的力量 飞影抬起头 那双赤红的眼眸中 闪烁着渴望与迷茫 他低沉地吼道 大王 我并不知道 如何纯化阴影之力 阴影魔王微微汗手 手指轻轻一挥 背后便显现出一个巨大的黑色入口 那入口犹如一个深邃的黑洞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光明 阴影魔王指着那个黑洞说道 这便是阴影界的光之神殿 其中蕴藏着无尽的光芒 唯有通过光的洗礼 你才能纯化你的阴影之力 掌握真正的力量 飞影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他站起身 庞大的身躯在阴影中 显得更加威武 他深吸一口气 仿佛要将周围的黑暗 都吸入体内 然后毅然决然地 迈向了那个黑洞 光之神殿的威鹅石门 缓缓闭合 对于飞影 如同山岳般的巨大体型而言 光之神殿不过只是一个密封的石盒子 石盒里没有丝毫的光芒 是一个完全的幽闭空间 突然间 一道耀眼的光亮迸发出来 那光 璀璨夺目 犹如万千星辰汇聚而成 散发着无量之威 飞影从未见过如此赤白的光芒 那光芒仿佛拥有穿透一切的力量 将它体内的黑暗力量一一化解 直至将它完全穿透 在这光芒的照耀下 飞影体内包裹着的人影 清晰可见 正是离水道 离水道的身体 对于飞影而言 就像它长在胸口的心脏 在无量光的照耀下 飞影的皮毛瞬间焚化 血肉也快速蒸发 它的骨骼 骨刺在光的照耀下逐渐融化 化作了一团透明的阴影 自然而然地附着在离水道的身上 当无量光渐渐消散 离水道静静地站在巨大的石垫中央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洗礼 它披在身上的阴影斗篷 也在无量光的照耀下彻底焚化 不过它的血肉之躯 却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甚至它穿在身上的青袍 都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三阶顶峰的飞影消失了 它原本的身躯 在光中消散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团透明的阴影 此刻 那团阴影 被离水道踩在脚下 乖巧且驯服 它本来就是离水道的 同餐 驯服原本就是理所当然 离水道目入沉吟 它没想到 自己百般隐藏 还是显出了真身 好在这光之神殿 并无他人 它轻轻闭上双眼 仿佛在与天地间的灵气共鸣 随着它的呼吸 那团阴影 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召唤 缓缓如动着 犹如一条黑色的灵蛇 顺着离水道的双腿 悄然爬上它的身体 每一寸肌肤 每一缕气息 都仿佛与这阴影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当阴影完全覆盖住 离水道的身躯时 它的气质 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平凡无奇的身躯 此刻仿佛被一层 神秘的力量所笼罩 散发出一种 令人心悸的威压 它的身影在光线的映照下 显得虚幻而深邃 仿佛有无数虫影 在其中摇曳生姿 此刻的离水道 就如同外界那尊 威震一方的阴影魔王一般 虫影 神秘 双眸星红如血 光之神殿的厚重石门 缓缓开启 一道身影从中缓缓飘出 正是离水道 它的身影 被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所覆盖 没有光明 就没有人知道 飞影身后藏着一个活人 这是极其拙劣的躲藏方式 若放在仙界 只怕能轻易被人识破 可在这个几乎没有光的阴影魔界 这却是最好的躲藏 离水道轻飘飘地飞至半空 透过飞影的影子身体 与山崖之巅 那站立着的阴影魔王对峙 两头阴影魔王在对峙 都是无数虫影的叠加 都是黑暗的宠 阴影魔王眼中闪过一丝惊恶 他难以置信地开口 你竟能从无亮光的灭杀中逃脱 而且还晋级成了魔王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离水道微微一笑 可却是飞影在发出声音 声音中带着几分戏血 你一开始就打算用无亮光灭杀我吧 可惜啊 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阴影魔王脸色一沉 声音冷冽如冰 飞影 你不过是一头眼睛极果子 竟然不懂得尊敬长辈 既然你也晋级到了四阶 那本王便吞噬你的魔盒 增强自身的力量 阴霸 阴影魔王身形猛的一晃 犹如夜色中的幽灵 瞬间化作一道漆黑如墨的天幕 向离水道席卷而来 天幕之下 仿佛有无数的魔影在咆哮 挣扎 那声势如同狂风骤雨 震得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 飞影脱离了离水道 同样也化作一道漆黑如墨的天幕 他的天幕之中 同样有无数的魔影在闪烁 仿佛万千生灵在其中舞动 释放出无尽的威压 两道天幕在空中相遇 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 那声音如同雷霆万军 震得四周的空气都在颤抖 两股力量相互碰撞 交织 仿佛要将整个空间都撕裂开来 两个阴影魔王之间的战斗 就是群魔乱舞 无数魔影交织 根本分不清楚 两者谁高谁低 有的魔影化作利剑 有的化作长矛 有的化作猛兽 有的甚至幻化成人形 两道黑色天幕 无数魔影彻底纠缠在了一起 离水道轻轻一挥手 108道流光 自它手中脱手而出 这些流光在空中 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落地之后 化作了108头悬浮的乌龟 这些乌龟身上 散发着淡淡的水蓝色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水之力量 随后那些乌龟开始缓缓转动 它们身上的水蓝色光芒越来越亮 仿佛要将整个天空 都染成一片蓝色 这在整个阴影魔界 都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突然 一声巨响震撤天地 那水蓝色的光芒 瞬间爆发开来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天幕 将两个正在战斗的阴影魔王 完全笼罩在内 这天幕之中 波涛汹涌 海浪翻滚 仿佛是一片无尽的海洋 碧海绝涛大阵 心花剧毒 大阵持续了片刻之后 离水道轻轻一挥手 那些乌龟便纷纷收回 化作流光 重新回到它的虚境 而那一头阴影魔王 则在阵法与飞影的 联合绞杀之下 化作了一颗魔盒 飞影重新笼罩了离水道 虽然如今 它已经化身成了阴影魔王 但是阵法还需改良 在漆黑的阴影魔界 用碧海绝涛大阵 太扎眼了 数十年后 在这漫长的数十年里 离水道与飞影融为了一体 可以说是离水道 披着飞影做外衣 也可以说 飞影拥有了 离水道这个核心 他们一人一魔 共同在阴影魔界中闯荡 他们走过了 无数幽暗的角落 斩杀了无数高阶魔族 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传奇 阴影魔族 乃是阴影之力所化 他们的存在 便是相互吞噬 只有不断吞噬 才能诞生出 更加强大的存在 在这片土地上 战斗成为了家常便饭 阴影魔族之间的厮杀 随处可见 他们从弱小到强大 从强大到更强大 一直都是杀戮 飞影在离水道阵法 和剧毒的加持下 战无不胜 以阵困之 以毒弱之 拆遣飞影杀之 这就是战术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离水道积累了 无数的阴影魔盒 这些魔盒 蕴含着浓郁的阴影之力 对于他的修行 有着极大的帮助 离水道每日 沉浸在杀戮与修炼之中 甚至已经忘却了 最初来到阴影魔界的目的 寻找虚空时 搭建破界传送阵 早就被他泡到了九霄云外 阴影魔界不是他的故乡 仙界也不是他的家 数十年不见人族 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时候是人是魔 连离水道 自己都无法区分 在这数十年的时间里 离水道的虚境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虚境有了黑夜 每当夜晚来临 夜色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 缓缓将光明遮蔽 整个虚境 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 仿佛被无尽的暗夜所笼罩 插在沙漠当中的108块石碑 也会在夜晚来临之后 化作108头影魔 他们会在沙漠之中 演练影魔大阵 此阵与碧海绝涛大阵 同根同源 同样也是108个阵机 只不过将二阶的乌龟 换成了影魔 随着黑夜渐渐退去 天边 一抹淡淡的紫色霞光 开始悄然出现 那霞光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犹如紫色 得水晶 晶莹剔透 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随着霞光的扩散 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一片淡淡的紫色 紫光之中一朵白云 悬浮于天空之中 如同披上了一袭紫色的外衣 在这紫霞与白云的映衬下 黑暗被彻底驱散了 大地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草木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 青蛙在荷叶上欢快地歌唱 整个世界都仿佛被重新洗礼过一般 变得更加美丽与宁静 而沙漠中那108头影魔 也重新化作了漆黑的石碑 散落在沙漠之中 只有夜色再次降临 才会化身为隐魔 继续演练那变化无穷的隐魔大阵 自从吸收了足够的阴影之力 虚境中便有了黑夜与白昼的更替 这种昼夜更替的规律 使得虚境变得更加真实与完整 而虚境之路的修炼 归根到底就是让自己那虚无缥缈 一真一换的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真实 虚境越真实 虚境之主越强大 除此之外 离水到的虚境之中 还自然孕育出了一条三阶的灵脉 这条灵脉宛如一条巨龙 蜿蜒在虚境之中 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气 在这充沛的灵气滋养下 离水到的修为 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他感觉到 自己已经突破了无相真君的境界 不再是四阶 而是五阶的存在 与仙界的化神器修饰 魔界的阴影魔尊处于同一层次 昼夜更替 天相反复 这个境界取名为天相境 恰如其分 虚境之路最高只有四阶 突破四阶顶峰 只有死路一条 无相境以后的境界 全都是杜传出来的 即使是杜传 也并非毫无根据 那些修炼到无相境顶峰的修士们 他们一定无数次的推算 和揣摩过无相之后的境界 那应该就是天相境 与其说离水到修炼到了天相境 还不如说他开创了天相境 这条路前无古人 谁迈出谁 就是开山祖师 若离水到船下道统 那么他将是第一个修炼到天相境的修士 他的名字将永远镇刻在修炼界的史册上 成为后人仰望的传奇 这一切仿佛都是天意所为 离水到心中感慨万分 他原本已经放弃了虚境之路的修行 认为这条路走到尽头 也无法再有所突破 然而 命运却如此奇妙 让他在无意之间达到了这一境界 世间之事皆是如此 放弃追求 放弃执着 反而能轻易达成 正所谓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随着离水到成功突破了五阶天相境 飞影作为他的同参 也在这股力量的牵引下 顺其自然地晋升为阴影魔尊 当飞影晋升的那一刻 整个阴影魔界仿佛都在为之震动 天际间 一道道荧光闪烁 如同流星划过夜空 洒下斑斓的光辉 这些荧光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幅诡异的图案 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血色的闪电 他们如同狂暴的巨龙 在云层中翻腾咆哮 飞影沐浴在这血色闪电之中 身影显得愈发高大威猛 每一次闪电披下 都能在他身后凝聚出一个恐怖的身影 仿佛是从地狱中走出的恶魔 令人心计不已 当天地异象渐渐平息 整个阴影魔界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传入了飞影的耳中 来万界深渊 主要见你 飞影一愣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悸动 主 难道是阴影之主 李水道眉头紧锁 心中也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万界深渊 乃是阴影之主所在的神秘之地 充满了无尽的玄傲与威严 李水道虽然足迹遍布阴影魔界 但对于这片圣地 他却始终保持着近位与距离 然而 如今他却不得不踏足这片境地 他的修为日益精进 终究是目秀于灵 吸引了阴影之主的目光 李水道没有办法让飞影单独去往万界深渊 在漫长的修炼中 两者早已融为了一体 若是飞影脱离了李水道 单独前往万界深渊 其修为必将骤降一阶 这无疑会更加引起阴影之主的猜疑 因此 李水道只能亲自去往万界深渊 面见至高无上的阴影之主 传闻 他有八阶的修为 堪比人足大成七修士 阴影魔界 仿佛被一层永恒的夜幕所笼罩 星辰在这片黑暗的天空中暗淡无光 至暗之处 深不见底 仿佛直通虚无的尽头 深渊底部 一座巍峨的雕像静静助力 那便是阴影之主 他的身躯 由无数漆黑的石块拼接而成 每一块都仿佛蕴含着古老的力量 散发着冷冽而庄严的气息 他的面容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双眼闪烁着幽深的光芒 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秘密 在阴影之主面前 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铺满了深色的石板 上面刻满了神秘的符文 映着幽幽的光芒 宛如星辰点缀的夜空 既神秘又庄严 新静的阴影魔尊飞影 缓缓走到广场中央 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显得愈发高大 他的双目血红 仿佛燃烧的火焰 他的每一步都仿佛 踏在怨魂的躯体之上 无数的冤魂在哀嚎 在颤抖 他抬头望向阴影之主 深深地鞠了一躬 声音低沉而有力 伟大的阴影之主 我飞影 晋级魔尊 特来聆听您的教诲 阴影之主沉默良久 仿佛在探寻着无尽的黑暗 他的声音带着莫名的低沉与苍凉 无以窥见 你的阴影之中 竟藏着一个人族修士 他与你的力量交织 如同黑夜与星辰 相互辉映 飞影低头 恭敬地回应 向伟大的阴影之主效忠 我的主人 五十年前 有五名人族修士 胆敢闯入无知世界 我擒获了其中四人 却有一人逃脱 没想到 竟被你寻得 并将其力量化为己用 你做得很好 阴影之主的声音 继续回荡在空旷的深渊 飞影的语气依旧谦卑 为主人效劳 是飞影的荣幸 阴影之主缓缓开口 既然你已捕获人族修士 并将其力量融合吸纳 那么说明 你有对付人族修士的手段 我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 飞影挺直身躯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飞影愿为主人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阴影之主目光深邃 你需前往阴山界 寻找人族在那里布置的 破界传送阵 若你成功完成此任务 我将赐予你 黑暗中的无上光明 飞影心中一阵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光明 阴影之主微微一笑 仿佛看穿了飞影的心思 没错 阴影属于黑暗 却因光明而存在 你曾经历过光之圣殿的洗礼 那份痛苦与折磨 如今已化为你力量的一部分 阴霸 阴影之主面前 突然出现一口古井 井中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仿佛月光般纯净无瑕 受到这光芒的照耀 飞影身上的阴影 显得更加深邃而纯净 仿佛与这光芒融为一体 在这光芒的照耀下 飞影体内的那个人族修饰 也显现出来 他紧闭双眼 仿佛陷入了沉睡 只是静静地为飞影提供着力量 飞影感受着古井中的柔和的光芒 心中深处一股渴望 主人飞影定不负所望 必将完成任务 带回破戒传宋镇的消息 阴影之主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去吧 飞影 让黑暗中的光芒 为你照亮前行的道路 在一片被岁月侵蚀的 面目全非的荒谷之地 一座巍峨的祭坛屹立其中 这座祭坛古老而神秘 世界上布满了青苔 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岁月沧桑 祭坛之上 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火光闪烁间 仿佛有古老的符文在其中流转 散发出诡异而强大的气息 飞影踏入这片荒谷之地 他的身影在黑色火焰的映照下 显得愈发飘渺 他一步一步踏上祭坛 随着他的靠近 黑色火焰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 燃烧的愈发旺盛 将飞影的身影完全吞噬 阴山剑 一处血红幽谷之中 一座与荒谷之地 颇为相似的祭坛 突然亮起了诡异的光芒 这座祭坛虽规模略小 但同样弥漫着一种 令人心悸的庄严气息 祭坛周围 被束缚的生灵们 眼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他们的生命力 正在被一点点抽取 注入到祭坛之中 使得那黑色的火焰 愈发赤脸 火焰中 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哀嚎 整个幽谷都弥漫着一种 诡异而恐怖的氛围 就在黑色火焰达到顶峰之时 这些生灵的生命力量 也完全被抽取殆尽 他们的身体化 做灰白的死灰 随风飘散 只留下一双双不甘的眼眸 仿佛还在诉说着 生前的痛苦与绝望 大祭师昭然斌站在祭坛前 高声吟唱着古老的咒语 他的声音低沉而庄严 仿佛在与某种神秘的力量沟通 随着咒语的吟唱 整个幽谷都仿佛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所笼罩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祭坛之上 正是从荒谷之地传送而来的飞影 他如同一团巨大的阴影 笼罩着整个世界 让人无法看清他的真实面容 阴山界的大祭师昭然斌 以及一众魔修和魔族 早早地在此等候 他们见到飞影降临 纷纷下跪行礼 口中高呼 恭迎摩尊降临 飞影冷冷地扫视着众人 他的声音如同寒冰般冷冽 我受阴影之主的委托 来到阴山界 只为做一件事 那就是找到人族 布置在这里的破界传送阵 昭然斌文言 心中一领 连忙回答道 50年前 人族在北海滨岛布置的 唯一一座破界传送阵 已经被我族摧毁 自那之后 阴山界便再也没有发现过 人族修士的踪迹 阴山界应该已经没有破界传送阵了 飞影冷冷地看了昭然斌一眼 说道 伟大的阴影之主 确定阴山界 依旧还有破界传送阵的存在 昭然斌文言 心中一惊 连忙问道 可是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阴山界 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飞影冷笑一声 说道 那是因为你们无能 破界传送阵 乃是人族最为机密之物 岂会轻易让你们发现 昭然斌等人文言 连忙点头乘势 不敢有丝毫违抗 一座巍峨的宫殿之中 光影交错 弥漫着肃穆而神秘的气息 大祭师昭然斌独坐其中 他闭目修炼 身形似与天地合一 周围的灵气如丝如缕 缠绕着他的周身 突然间 宫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 一股阴冷的气息悄然蔓延 黑色的阴影 如墨之般在宫殿内扩散 从那浓重的黑暗之中 一个高大而威严的身影 缓缓站起 那正是阴影魔尊 飞影 他的身体 是无数的重影组成 只露出一双鲜红如血的眼眸 昭然斌感受到 那股强大的气息 猛然睁开眼睛 面露警觉之色 他起身行里 声音恭敬而冷静 参见魔尊 飞影微微点头 他的目光在昭然斌身上 打亮了片刻 似乎在探寻他的内心 昭然斌心中一紧 但他面色不改 开口问道 魔尊可是找到了 人族的破戒传送阵 飞影沉默片刻 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仿佛能穿透人的心灵 当人强大之后 总是对自己的判断 莫名自信 很多事情 只要稍微推理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却偏偏认为 所有后脑勺 有阴影磨合的存在 都是听命于他的 从来不会怀疑他们的忠诚 昭然斌心中一灵 他知道 魔尊这是在敲打他 他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魔尊大人说的人是指谁 飞影直视昭然斌道 我说的是你 昭然斌 昭然斌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他低下头 声音颤抖 我对阴影之主忠贞不二 从未有过任何背叛之心 飞影轻笑一声 声音中透着一丝神秘 昭然斌 你不必如此紧张 我所言 其实一是在说我自己 昭然斌文言 双眼瞪大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飞影 只见其身影逐渐淡去 化作一道青烟 随后凝聚成形 化为一身青山的英俊男子 那男子正是李水道 李水道眸光闪烁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他静静地 注视着昭然斌 眼中 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仿佛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昭然斌颤抖着声音 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 你居然还活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水道微微一笑 神色平静 阴影之主 并没有你们想的那般强大 他身处万界深渊 诸天万界的影子 在他那里 都有残留的痕迹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感知到 你藏在神殿下的破界传送阵 可他过于自信 不相信有人会背叛他 这才让你钻了空子 昭然斌深吸一口冷气 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回想起 与阴影之主斗智斗勇的日子 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他紧锁眉头 沉声问道 阴影之主不知道破界传送阵 就在神殿之下吗 李水道点了点头 没错 他虽能感知到传送阵的存在 但却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 昭然斌沉默片刻 心中涌起一股豪情 他抬起头 凝视着李水道 声音坚定 那么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李水道目光深邃 淡淡地说道 我们有两条路可选 一是我们一起通过破界传送阵 离开阴山界 回到诸天仙蒙 彻底放弃阴影魔界 可这样一来 诸天仙蒙将永远无法占领阴山界 和阴影魔界 更不可能得到阴影之主的力量 昭然斌闻言 眉头紧锁 那么 第二条路又该如何走 李水道微微一笑 第二条路 便是你先行离开阴山界 而我则发现 你藏起来的破界传送阵 顺利完成阴影之主的任务 届时 飞影将会得到深渊冷光的洗礼 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 昭然斌闻言 沉默良久 似乎在权衡立弊 最终 他下定决心 声音坚定 好 我会返回诸天仙蒙 而你则代替我继续潜伏 李水道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昭然斌眉头微皱 继续问道 你打算如何联系诸天仙蒙 毕竟 阴影之主对空间极为敏感 你若稍有不慎便会暴露 李水道沉思片刻 我有办法 你手中不是有乾坤灵域吗 我可以尝试 在乾坤灵域内 搭建破界传送阵 这样 我们便能通过乾坤灵域 进行联系和传送 昭然斌摇了摇头 眉头紧锁 乾坤灵域虽然神奇 但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小世界 根本无法承受 破界传送阵的恐怖威力 更何况 乾坤灵域中并不产生虚空时 没有虚空时 就不能够搭建破界传送阵 李水道文言 眉头也皱了起来 破界传送阵 需要虚空时作为基石 想要传送到哪个世界 就要用哪个世界的虚空时 从其他地方带过去 而乾坤灵域属于虚境 根本不产出虚空时 两人陷入了沉思 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过了一会儿 昭然斌忽然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决断 不如这样 你暂时按兵不动 等我将你的情况 汇报给诸天先萌的高层 他们定会有更好的决策和安排 李水道轻轻汗手 也罢 我便亲自巡视整个阴山界 你有足够的时间处理一切 话音未落 他脚下的影子开始扭曲 随后覆盖他全身 阴影降临 李水道的身影无比模糊 被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所笼罩 他的形态已成了无数重影 此时 他是阴影魔尊飞影 昭然斌站在一旁 目睹了这一切的变化 心中不禁感到一阵震撼 他低头恭敬地说道 恭送魔尊大人 巡视阴山界 愿大人一路平安 一个多月后 李水道再次出现在阴山魔宫的深处 李水道站在幽暗的大殿中央 脚下的影子蜿蜒扭动 先蒙那边 怎么说 昭然斌微微皱眉 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先蒙那边 对你存有疑虑 他们并不信任你 李水道眉头一挑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哦 难道我揭穿了你的身份 放你返回先蒙 还不能证明 我对人族的忠诚 昭然斌面色一沉 缓缓道 你恐怕不知 数十年前 你们五人中 出了一个叛徒 李水道眼中 闪过一丝惊异 叛徒 是谁 昭然斌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那个名字 凡圣法王 李水道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竟然是他 他做了什么 昭然斌继续道 当初 阴影之主 入侵悬空玉盘 截获了你们五人的位置 先蒙都以为你们五人已陨落 却不料 那凡圣法王 竟在阴影魔界 搭设了破界传送阵 顺利返回了诸天仙蒙 他再遇而归 受尽瞩目 大成其修士亲自接见 确认 他依旧是人族 身上没有修炼半点魔弓 也未沾染魔弃 李水道眉头紧锁 那后来呢 昭然斌叹息一声 后来 静云子受仙蒙之命 与凡圣法王一起 前往魔界探查阴影魔界的虚实 却不料一出去 就被阴影之主擒获 扣留在了万界深渊 静云子道友竟遭此劫难 李水道一脸感叹地说道 昭然冰点头 静云子世话神奇修士 灵魂强大 阴影之主虽想搜魂 却未能如愿 而且 他的魂灯未熄 证明他还活着 李水道沉默良久 我会找到凡圣法王 杀了他 将他的原因带到诸天仙蒙 接受审判 阴山界 一处幽深莫测的山洞之内 月色透过洞口的缝隙 斑驳地洒在两名修士的身上 头戴荆棘环 神情肃木 一身黑衣的昭然冰 另一名则是轻衣飘飘的李水道 二人正在河里搭建一座 破界传送阵 这是阴山界连通仙界的通道 昭然冰手中 持有一块铲子阴山界的虚空石 他散发着淡淡的蓝光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奥秘 只有用这阴山界的虚空石 才能搭建出 通往阴山界的破界传送阵 昭然冰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虚空石嵌入阵法的核心位置 李水道则在一旁细心地 调整着阵法的纹路 他的手指轻轻划过冰冷的石面 研究着阵法符文的奥妙 随着最后一道法觉的打出 整个传送阵开始滑光流转 仿佛一个通往异界的门户 即将开启 昭然冰身吸了一口气 说道 地宫下的那座传送阵 我会将其破坏 至少十年之内 绝不会再开启 李水道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他沉声道 我会将这座传送阵的位置 告诉阴影之主 昭然冰目光深邃地看着李水道 似乎有话要说 他犹豫了片刻 终于开口道 李道友 你在阴影魔界 已经修炼到了五阶魔尊的地步 为何还一心想要回到人族呢 你的功法 看起来也不像是人族的功法 留在魔界 岂不是更好 李水道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沉默了片刻 才缓缓说道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我虽然修炼魔功 但我的跟在人族 我只有回到人族 才能真正找到 属于我自己的道路 昭然冰听了李水道的话 似乎有些触动 他点了点头 说道 好 那就向先蒙证明 你对人族的忠诚吧 这是一块宝玉 你手握此物 便可以将消息传递给先蒙 不过先蒙却不会给你传递任何消息 说着 昭然冰将一块金银剔透的宝玉 递给了李水道 李水道接过宝玉 随手将其收入到了袖中 我知道该怎么做 李水道低声说道 一跃之后 天地之间风云变色 苍穹之上 雷声滚滚 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巅 原本静谧的气氛 被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 山峰被无形的距离所撕裂 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横灌山巅 碎石飞溅 尘土飞扬 裂缝之中 十几道人影惊慌失措的逃窜而出 他们皆是二阶的人族修士 此刻却如同丧家之犬 狼狈不堪 他们的目光中 充满了绝望与恐惧 因为在他们头顶 笼罩着一个恐怖的存在 那气息冰冷而黑暗 仿佛来自九幽地府 令人心胆剧烈 随着一阵阴森的笑声 那便是无数的影子重合 他为阴影摩尊 藏在黑暗之中 只露出一双星红的眸子 闪烁着冷酷而残忍的光芒 我终于找到了 人族的破解传送阵 飞影的声音冰冷而沙哑 仿佛来自地狱的呼唤 今日 我必将它毁于一旦 话音刚落 飞影的身影便化作一道黑影 瞬间扑向了那十几名人族修士 他的速度之快 仿佛超越了空间的束缚 让人根本无法反应 只听了一阵惨叫声响起 那十几名人族修士 便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们的灵魂在飞影的魔爪下 被无情地撕裂 化作一道道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而在一旁 一座气势辉弘的破解传送阵 静静地矗立着 它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终于找到了这人族的破解传送阵 你们去将其摧毁 飞影的声音冰冷而坚定 回荡在空旷的山谷中 遵命 大祭师昭然冰恭敬地应道 他身着紫色长袍 身后跟随着一众魔族精英和魔修 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围绕着破解传送阵部下重重静止 昭然冰施展道法 化作一道道光束 将破解传送阵牢牢锁定 随后 他低声吟唱 周围的空气开始泛起阵阵涟漪 随着咒语的结束 破解传送阵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仿佛要将整个山谷照亮 然而 在昭然冰等人的魔力压制下 光芒迅速暗淡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剧烈的震动 在震动中 破解传送阵开始崩裂 一道道裂纹 如同蜘蛛网般 迅速蔓延开来 最终 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传送阵彻底崩塌 化作一堆废墟 昭然冰从废墟中 捡起一块蓝色的石头 石头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神秘力量 魔尊大人 这便是建造破解传送阵的关键材料 虚空石 昭然冰恭敬地将虚空石城献给飞影 飞影接过虚空石 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好 有了这虚空石 我便可以向阴影之主赴命 为我族大业再添一笔恭敬 飞影的声音中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众多魔头纷纷附和道 阴影之主英明神武 您的伟大无处不在 魔族在您的领导下 必将成为世间的主宰 阴影魔界 幽暗无边 万界深渊之下 藏着一座灰白的广场 仿佛被岁月遗忘的遗迹 广场之上 阴影魔尊飞影缓缓走来 他的手中拖着一颗失去光泽的水蓝色石头 那是来自阴山界的虚空石 伟大的阴影之主 我已完成了您交代的任务 飞影的声音低沉而恭敬 他的目光凝视着前方 那尊高大巍峨 如同雕像般的神秘存在 阴影之主 阴影之主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闪烁着幽深的光芒 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虚妄 他微微点头 声音悠远而深邃 很好 飞影 你不愧是我看中的子嗣 你已完成了一项重任 接下来 你将接受深渊冷光的洗礼 以进一步提升 你的阴影之力 随着阴影之主的话语落下 一口古井凭空浮现 散发出淡淡的冷光 这冷光深邃而纯净 仿佛能洗涤一切污浊 飞影缓缓走进古井 他的身体在冷光的照耀下 仿佛被一层神秘的力量所包裹 啊 飞影突然发出一声嘀吼 他的身体开始颤抖 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然而 他的眼神却愈发锐利 仿佛在这痛苦中 找到了某种力量 周围的魔影 在冷光的照耀下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他们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围绕着飞影旋转 这些魔影 是飞影力量的象征 也是 他在阴影魔界中的依仗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飞影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他的身影在冷光中愈发高大 终于 当最后一缕冷光消散时 飞影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的眼中闪烁着 比之前更加深邃的光芒 感谢伟大的阴影之主 飞影恭敬地跪拜在阴影之主面前 他的声音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阴影之主微微点头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赞许 很好 飞影 你的进步让我感到欣慰 不过 人族始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现在 我教给你第二个任务 斩杀一个叛徒 飞影的眉头微皱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他曾经熟悉的人 一个背叛了人族的叛徒 此人名为凡圣法王 阴影之主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曾经为了幽光菩提背叛了人族 然而当他得到了无馈赠的幽光菩提之后 却又背叛了我们阴影魔界 如今 他躲藏在仙界之中 你的任务就是找到他 将他斩杀 并将他的灵魂带到无的面前 飞影的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恭敬地回答道 尊命 伟大的阴影之主 我会尽快完成这个任务 为您带回凡圣法王的灵魂 说完 飞影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阴影之中 只留下那尊高大威额的阴影之主 静静地矗立在黑白广场之上 仙界浩渺 无边无垠 云雾缭绕 星辰闪烁 在这广袤无垠的天地间 有一处荒芜岛屿 孤悬于茫茫海域之中 岛上生活着一群土著人 他们皮肤粗糙 衣衫蓝绿 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原始的坚定与狂热 他们崇拜着一位名为阴影之神的神秘存在 深信他能带给他们力量与庇护 岛屿之上 矗立着无数阴影之神的图腾 这些图腾 用木头和绳子粗糙地勾勒出来 虽然简陋 却蕴含着土著人深深的信仰与敬畏 这一日 土著人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他们搭设起高高的祭坛 将从海中捕猎的生灵一一献上 火焰熊熊燃烧 黑烟滚滚生腾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而庄重的气氛 伟大的阴影之主啊 请降临到我们的岛屿吧 土著人长老手势全杖 高声呼喊着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岛屿上回荡 显得异常红亮而庄严 其他土著人也纷纷跪倒在地 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他们用那古老的魔戒语言 虔诚地呼唤着阴影之神的降临 突然 祭坛之上燃起了黑色的火焰 那火焰不同寻常 带着一股阴冷而诡异的气息 紧接着 一团庞大的阴影从天而降 笼罩了整个祭坛 阴影之主降临了 土著人们激动地欢呼着 脸上露出狂热的神情 他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深信这位阴影之主将 会帮助他们猎杀海中的妖兽 拯救他们的族群 然而 阴影之主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仁慈 这位降临的阴影魔尊飞影 仿佛无数魔影的重合 眼神中透露出鲜红的血光 他看着这些无知而虔诚的土著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你们这些卑微的生灵 也配信仰阴影之主 飞影冷漠地说道 他的声音冰冷而残酷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 土著长老文言 脸色一变 连忙贵府在地 产生到 伟大的阴影之主啊 我们对您充满了敬意与信仰 请您帮助我们 猎杀海中的妖兽吧 否则我们的族群 将面临灭顶之灾啊 飞影冷笑一声 挥手间画出无数影子 将这些土著人一一杀死 他们的身体在影子下逐渐消散 化为一道道黑烟 消散在空气中 整个岛屿上 瞬间充满了恐怖和死亡的气息 那些曾经信仰阴影之神的土著人 如今却成了他杀戮的对象 瞬息之间 整座岛屿都化作了人间地狱 在万界深渊的深处 阴影之主暴怒的咆哮声 如狂风咒语 你在做什么 为何要对那些信仰我的人类下此毒手 阴影之主的声音 如同滚滚雷霆 在飞影的神魂深处回荡 然而 飞影却面无表情 它的声音冷漠而坚定 没错 你用深渊冷光 纯化了我的阴影之力 却在我的灵魂之上 布下了重重枷锁 你只需一念之间 便可让我灰飞烟灭 你想让我成为你的傀儡 甚至在我继续强大之后 将我彻底吸收 阴影之主闻言 顿时雨色 她沉默片刻 才缓缓开口 你既已知晓 又何苦如此 飞影冷笑一声 灵魂的声音充满决绝 我飞影就是宁死不屈 言罢 飞影猛地 扯破了自己的神魂 只见一股股精纯无比的阴影之力 如烟雾般消散 她的身影 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布 阴影之主惊呼一声 她感受到了 与飞影之间的最后牵绊 正在迅速消失 飞影的神魂渐渐消散 她的声音却在这虚空之中回荡 阴影之主 你自虚掌控万物 却没想到 会有今日之果吧 我飞影虽死 却也不愿再做你的傀儡 我就是这么有个性 随着飞影的话音落下 她的身影终于完全消散 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虚空 万界深渊 深渊底部 阴影之主呆立在原地 她的心中充满了震惊与不解 她自问掌控万界 却没想到 竟然掌控不了自己的族人 飞影的死 对她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她不仅失去了一个信仰她的人族势力 更失去了一个强大助手 怎么会有魔族宁愿选择死亡 也不愿选择受自己硬并 先见 李水道手握飞影的五阶魔盒 轻轻翻转 魔盒便化作一道黑光 悄然消失在她的虚境之中 她的另一只手 紧握着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玉 那是诸天先蒙赐予她的信武 可单向联系先蒙高层 然而此刻 李水道眼中闪过一丝绝绝 手指轻轻一捏 那宝玉便在她手中化作了一团粉末 随风飘散 此刻李水道不仅背弃了阴影之主 更是不鸟诸天先蒙 她现在已经回到了仙界 没有必要再受人摆布 任何时候都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沦为强者棋盘上的棋子 什么阴影之主 诸天先蒙 完蛋去吧 虚境之中 夜幕低垂 星辰如尘 点缀着无尽的幽暗 如今虚境的黑夜 已不再是纯粹的黑暗 而是融入了丝丝缕缕的星光 宛如无数精灵在黑暗中跳跃 嬉戏 在这幽深的虚境里 黑夜的力量大幅增强 完全超越了紫阳之力化作的紫色霞光 昼短夜长 成为了这片天地的常态 陆地之上 各种野生植物都逐渐偏向于夜生 地面上的灵植 普遍闪烁着微光 仿佛是星辰坠落凡间 一般的植物则大量死亡 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灵植 夜色之下 沙漠也没有丝毫的酷热 独有的夜光灵植 渐渐向着沙漠与戈壁蔓延 将原本荒凉的沙海 点缀得生机盎然 沙漠中 那一道永恒不灭的旋风 如今已飞至更加广阔无垠的空中 它呼啸着 让整个虚境的空气流动了起来 海面的水 天上的云 空中的风 阴影摩尊飞影 是离水道的同参 更是这个虚境世界的守护神 当离水道确认 他的神魂被阴影之主做的手脚 便已经决定让他自我牺牲 他将自己掌握的所有阴暗之力 全都贡献给了这片天地 他的身影逐渐消散在星光之中 但他的力量 却永远地融入了虚境之中 虚境才是这一切的根本 飞影不过是虚境的守护者罢了 只要虚境还在 离水道就可以随时 创造出第二个飞影 飞影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自我人格 他的人格就是离水道自己 这便是同参的玄妙 即使阴影之主也未曾见过 自然不知其中根本 碧波万寝 茫茫海洋无垠 在这广袤的天地之间 离水道端坐于一头灵归的甲铐之上 随着海浪轻轻摇曳 宛如一片漂浮在汪洋中的孤舟 岁月流转 离水道的修为虽已触及五阶 可飞影的陨落 却使他失去了化神级别的惊天战力 他的战力大幅衰退 虽然此地无人追杀 无人瞩目 可以默默修炼 寻求突破 但也要尽快准备自己的杀手锏 毕竟危险不知何时就会来 想要面对危机力挽狂澜 独善其身 只有强大的战力 在阴影魔界的五十年 也并非毫无收获 离水道的虚境之中 蕴藏着极其精纯的阴影之力 等级已经高达了五阶 是属于化神级别的力量 只不过阴影之力 不同于紫阳之力的璀璨耀眼 它更像是一种幽暗的毒素 在无声无息中侵蚀着一切 这种力量更适合用在毒弓之上 与毒结合 才能成为自己克敌至圣的力气 在阴影之力影响下 一千五百万亩的虚境之中 生长着无数幽暗的植物 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 阴影之力 无处不在 它已经溢散到了整个世界 深刻地影响着虚境中的每一个生灵 血河之旁 大规模生长着一种莲花 因为血影幽怜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的叶片如血般烟红 花瓣则散发着幽幽的暗光 兼具了血与阴暗的腐蚀之力 堪称所有剧毒灵制的佼佼者 血影幽怜的等阶高达三阶 足以作为炼制毒药的主药 再采集其他的毒物作为辅药 理论上便能炼制出一如四阶毒药 按照虚境之中 血影幽怜的产量 这种剧毒只要研制成功 离水道立刻就拥有了 制衡原因期修饰的手段 若是能够再进一步融入五阶的阴影之力 哪怕是化神期修饰也可以独倒 两片血影幽怜 悬浮在离水道的手掌之上 绿色的剧毒灵火 开始萃取药性 那两片血影幽怜 在绿色的剧毒灵火中逐渐消融 化作了一缕铝血色的烟雾 这些烟雾在毒火的淬炼下 不断浓缩 逐渐显露出一种深邃而幽暗的光泽 离水道紧闭双目 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了 这炼制的过程中 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每一缕药性在毒火中的变化 那种感觉就像是触摸到了生命的脉络 既神秘又令人着迷 时间缓缓流逝 毒火中的血色烟雾越来越浓郁 一种令人心悸的毒气开始弥漫开来 离水道深吸一口气 将心神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然后 他开始引导虚境之中的阴影之力 将它们缓缓注入到毒烟之中 时间如流水般缓缓流逝 毒火中的阴影之力愈发浓郁 离水道的心神 完全沉浸在这炼制的过程中 他能感受到 每一缕阴影之力 在缓缓注入毒烟之中 与其中的毒性相互融合 产生出一种诡异而强大的气息 随着阴影之力的不断注入 毒烟开始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仿佛有无数怨魂在其中挣扎 离水道紧闭双眼 他的感知仿佛延伸到了 毒烟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他能感受到毒烟中的每一缕毒性 都在疯狂地躁动着 试图冲破束缚 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 离水道睁开眼睛 这毒烟确实不凡 毒性极强 可却不能让人不知不觉中毒 与其说是毒 还不如说是一道威力不俗的阴影法术 毒 必须翘无声息 潜入敌人体内 轰然爆发 措手不及 这道黑烟太过猙獰 若是在战斗中 很容易就会被敌人打掉 离水道将此毒烟吸入虚境 重新盘息坐在了乌龟壳的背上 沉思自己的炼毒过程 思考着哪里出了问题 数月光阴如白居过细 离水道在一番艰辛的炼制之后 终于炼成了一道 他满意的阴影剧毒 随着聚灵毒火的跳动 一股股奇异的波动 从炉中散发而出 仿佛有生命一般 终于 在一道金光闪过之后 一抹无色的毒烟 从炉中鸟鸟生起 这毒烟宛如幽灵 无声无息 即便是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 也只是隐约间 透出一丝淡淡的血光 仿佛是被鲜血染红的薄雾 却又能轻易地在空气中消散 不留一丝痕迹 离水道凝视着这抹毒烟 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 他深知 这不仅仅是一抹毒烟 更是他对毒树的深刻理解 与运用的结晶 他轻轻一挥手 那抹毒烟便如同有灵质一般 缓缓飘向他的掌心 在掌心之上 毒烟缓缓凝聚 化作一颗细小的黑色珠子 表面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威力 离水道将这颗黑色珠子轻轻拖起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为其取名为幽影煞 幽影煞 四阶剧毒 力量等级极高 能够悄无声息地入侵修饰体内 并且直接俯视修饰的法力 其针对性之广 哪怕是妖兽 甚至是荒魔 也会忠此剧毒 唯一不怕这种剧毒的 恐怕只有阴影魔界的魔族 它们本身就是阴影之力的集合 幽影煞对它们几乎无用 一旦被幽影煞入侵 此物在修饰体内爆发 一身法力将变得脆弱不堪 几乎所有道法都不能施展 甚至是肉身也会被腐蚀 肉身强度也会将大幅削弱 以阵困之 以毒弱之 弱而杀之 这就是自己的制敌之道 只有这样的战法 才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优势 盘西坐在海归背上 揣摩道法的李水道 突然神色一动 它的目光突然一凝 远处的天际线上 一群身影破空而来 它们身穿粗布僧袍 脚下去踏着云气 行动间飘然若先 这群修饰的背上 各自附着一座石碑 石碑之上 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石佛 每一尊石佛 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禅意 令人心生敬畏 尽管背负着沉重的石碑 但这些苦行僧飞行的速度 却丝毫不慢 转眼间便来到了李水道的面前 他们围绕在李水道周围 眼中闪烁着好奇与警惕的光芒 其中一位苦行僧 身材 壮硕 面容刚毅 他名为石惠空 是这群苦行僧中的佼佼者 他率先开口问道 道友 你从何而来 为何会出现在这无边海上 李水道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 自己一直在海上漂流 醒来时便已经在这里了 另一位苦行僧身形瘦削 眼神锐利 他闻眼冷笑一声 嘲讽道 离这里最近的仙门 也有三十万里之遥 而且图中还有画神巅峰的大腰盘踞 寻常修饰根本无法通过 你又是如何能够漂流至此的呢 李水道眉头微皱 他的来历 自然不能说给这帮人听的 不过这帮人咄咄逼人 究竟意欲何为 他抬头望向这群苦行僧 试图从他们的表情中寻找答案 就在这时 一位身披袈裟 气质沉稳的苦行僧首领开口了 感觉像是这群苦行僧的领头人 他沉声道 这位道友 老那是慧珍 这香有礼了 李水道点点头 同样抱拳回礼 散修李水道 见过诸位道友 石慧珍眉头紧锁 声音带着几分凝重 李道友 你可知 这海中藏有一头原音后气的大腰 只要名为海骄王熬猎 不仅修为身不可测 实力惊人 而且灵智惊人完全不属于我等修士 纵然强如菩提岛主也多次出手 未能将其斩杀 李水道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哦 敢问石慧珍深吸一口气 诚恳地说道 相遇即是有缘 还请李道友跟随我们一起返回菩提岛 若在海上继续漂流 若是碰到熬猎 只怕凶多吉少 李水道听了石慧珍的话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意 他原本以为 这群苦行僧对他咄咄逼人 是出于某种敌意或不善 没想到 他们其实是在关心自己的安危 不愧是佛门修士 一旁的石慧 定接过话查继续说道 李道友 这无边海上危险重重 我们即便是多人同行 也要小心翼翼 你独自一人 又没有足够的修为 实在是太过危险 还是随我们一同前往菩提岛吧 那里虽然简陋 但好歹有个庇护之所 李水道点点头 感激地说道 多谢诸位道友的关心 那我就随你们 一同前往菩提岛吧 众苦行僧文言 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们纷纷表示 欢迎李水道 加入他们的行列 并向他介绍了 菩提岛的一些基本情况 就在这时 李水道坐下的海龟 发出了一声不安的鸣叫 周围海域 突然狂风骤起 海面波涛汹涌 仿佛有远古巨兽即将苏醒 众苦行僧神色凝重 手持法器 严阵以待 李水道眉头紧锁 他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妖气 正在迅速逼近 远处 海面之上 一个庞大的身影逐渐浮现 他身躯庞大如山 灵甲闪烁着幽蓝的光芒 仿佛身披星辰之海 他的双眼赤红如血 瞳孔深处 仿佛有漩涡在转动 吞噬着一切生命之光 海骄王熬炼 石惠空惊呼出声 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恐 石惠真沉声喝道 大家不要慌 背靠石碑 石佛会必有我等 众苦行僧文言 纷纷背靠石碑 闭目念诵起心经 他们的身上 散发出淡淡的佛光 与石碑上的石佛产生共鸣 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 石惠真开口了 李道友 你且退下 这海骄王 由我们来对付 李水道文言 点了点头 便退到了众苦行僧的身后 将注意力集中在了 那逐渐靠近的海骄王熬裂身上 熬裂身躯庞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海面 他的每一片灵甲 都仿佛经过岁月的打磨 散发出幽蓝的光泽 他的眼睛赤红如血 瞳孔深处 仿佛有漩涡在转动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生机 随着熬裂的靠近 李水道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妖气 那种澎湃的蛟龙之力 仿佛要将整个海域都掀翻 蛟龙之力 恍惚间 李水道甚至想起了故人 108道灵光 悄然入海 那是108头灵规 不过这些二阶巅峰的 灵规入海之后 一个个竟然被蛟龙之力 吓得不敢动弹 根本就无法布置出 碧海绝掏大阵 这让李水道眉头大昼 如今他已经到了天象径 理论上 他的虚境当中 可以出现四阶妖兽 三阶妖兽 更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化出来 只是他晋级到天象径的时间太短了 虚境之中的资源 还没有丰富起来 这帮布阵的灵规 仅仅停留在二阶顶峰 还没有一个自然成长到三阶 好在那头海蛟王 并没有直接发起攻击的意思 而是绕着众人所在的石碑 缓缓游动 并没有直接发动攻击 转了一圈之后 这头体型巨大的海蛟王 发出几声低沉的吼声 似乎在警告着什么 然后转身离去 众苦行僧健壮 都松了一口气 石灰真开口道 看来海蛟王熬猎迹 但是佛的力量 我们回岛上吧 李水道点了点头 只不过他心中清楚 那头蛟龙突然现身 绝不是偶遇 而是刻意来警告这帮僧人 菩提岛 如一颗仪式独立的翡翠 镶嵌在碧波万寝之中 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 洒在岛屿之上 映出斑斓的光影 海风带着淡淡的咸味 和海藻的清香 轻轻拂过 吹散了海面上的雾气 露出了岛屿的轮廓 一群僧人 身着灰布僧袍 肩扛沉重的石碑 脚踏飞云 飘然而至 他们的面容庄严肃目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随着他们的到来 岛上的空气中 仿佛多了一丝庄严与神圣 为首的僧人名叫石慧珍 他向李水道微微汗手 说道 李道友 你到了这座岛屿 便算是安全了 岛主神通广大 岛上布下了重重镜置 任何妖兽都不敢接近此处 李水道闻言 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他拱手道 多谢诸位大师相送 此恩李某铭记在心 随着僧人们的离去 李水道开始仔细观察 这座菩提岛 岛上绿树成荫 花香四溢 鸟儿在枝头欢快的鸣唱 远处 几座古朴的建筑 依山傍水而建 隐隐透出几分仙佳气息 凡人居住的地方 则是一片宁静的村落 吹烟鸟鸟鸟 鸡犬香闻 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岛上居然聚聚着凡人 李水道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他信不走向 正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夫 满脸好奇地问道 这位大哥 你们是世代居住在此吗 农夫停下手中的锄头 抬头看向李水道 见他气度不凡 显然是一名修士 于是恭敬地回答道 仙长有所不知 我们并非市居此地 多年前 菩提岛的岛主慈悲为怀 见我们那里生活困苦 便以无上法力 将整个村子 连同数千人 一起送到了这里 李水道文言 不禁感叹道 原来如此 岛主真是功德无量 他接着问道 你们以前居住在哪里 农夫沉思片刻 说道 山野农夫不识大体 只听父亲说 我们以前住在黄泥村 那是个偏僻的小山村 祖祖辈辈都没见过大海 别说大海了 就是日月都没见过 那里只有白茫茫的天空 如今没想到能搬到海边 不仅可以继续种田 而且海货丰富 生活比以前好了许多 李水道眉毛一挑 顿时知道 这里的凡人 来自于乾坤淋浴 随后他不动声色地点头赞道 这里真是一块福地 农夫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说道 是啊 我们都很感激岛主 每天都会向石佛祈祷 希望岛主能够保佑我们平平安安 日子越过越好 李水道文言 目光转向田地里的一块佛像石碑 好奇地问道 这些石佛石碑 是做什么用的 农夫连忙解释道 仙长可别小看了这些石佛 他们可是活菩萨 有神通很灵验的 我们每天都会前程祈祷 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庇佑 李水道又问道 怎么个灵验法 农夫想了想 说道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自从来到这里 我们村子收成越来越好 生病的人也少了 大家都觉得是石佛显灵了 李水道听后 微微一笑 告辞离去 菩提岛上 佛光缭绕 李水道沿着 蜿蜒曲折的寺庙古道 缓缓射击而上 他每一步都踏得急稳 仿佛怕惊扰了 这片圣地的宁静 道路两旁 石佛灵力 或坐或立 或笑或怒 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 每一尊石佛 都仿佛在低语着佛法 传递着菩提岛的庄严与神圣 李水道越走越近 寺庙的轮廓 逐渐清晰起来 穿过一道道的门槛 他跨过层层青石台阶 终于来到了大雄宝殿的门前 殿门半开 仿佛正等待着他的到来 佛光从殿内一出 如同金色的溪流 在李水道的脸上流淌 为他的面容 增添了几分超凡脱俗的 庄严与神秘 他轻轻推开殿门 步入其中 殿内香火鼎盛 烟雾缭绕 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僧人们盘息而坐 闭目诵经 他们的声音低沉而悠扬 如同天籁之音 回荡在大殿之中 让人心神宁静 然而 在这宁静的氛围中 李水道却感到了一丝诡异 他的目光扫过众僧 只见他们面色凝重 神情专注 仿佛正在修炼 某种神秘的功法 他们的身上 都散发着一抹淡淡的幽光 若隐若现 若非李水道 拥有五阶的修为 是绝看不出这其中隐秘的 李水道的目光 最终落在了 坐在大殿上手的修士身上 此人身披黑色袈裟 端坐在莲花台之上 显得威严而神秘 在他掌心之上 有一颗散发着幽暗光芒的菩提子 他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 正在缓缓跳动 散发出诡异的气息 那是幽光菩提 阴影之主 赐给凡圣法王的至宝 这小小一个菩提岛 居然有百余名金丹级别的僧人 整个菩提岛才多少凡人 怎么可能有近百名金丹七修士 怕是有灵根的人 都凑不出来这么多 这分明就是幽光菩提催出来的 在菩提子的幽光照耀下 众僧们的修炼似乎更加专注 他们的气息也在不断变化 仿佛正在经历某种蜕变 李水道心中一领 缓缓退去 不再打扰这些僧人的修炼 他走出大殿 来到银刻殿 静静等候着 过了许久 两名僧人石会珍与石会定 引领着一个身披黑色袈裟的僧人 走进了银刻殿 那人便是凡圣法王 眼中却藏着深不可测的智慧 凡圣法王缓缓开口 声音中带着几分沧桑 贵客驾铃 有失远迎 李水道立刻上前一步 双手合十 神情恭敬地行了一礼 拜见菩提岛主 凡圣法王微微汗手 目光在李水道身上流转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道友的面相 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固友 李水道心中一动 却面不改色地问道 不知道主所谓的固友是谁 凡圣法王的眼神 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仿佛能看穿一切虚妄 天元派的高手李济道 李水道深吸一口气 坦然承认 不瞒道友 我乃是天元派的李水道 李济道正是我的同胞兄长 虾门不幸 多年前 他在诸天先蒙陨落 我至今仍敢同袭 凡圣法王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恍然之色 原来是李济道的胞弟 难怪你们 长得一模一样 真是失敬了 李济道当年与本作并肩作战 深入异界共抗魔族 他的英勇无畏 我至今记忆犹新 没想到他的胞弟也如此出色 真是天元派之星了 李水道面上却保持着微笑 岛主过奖了 就在这时 凡圣法王的话风突然一转 双眼微眯 似乎要看透李水道的内心 我这菩提岛地处偏僻 先有外人知晓 不知李道友是如何得知此地 又是从何而来呢 李水道心中一灵 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他深吸一口气 镇定地回答 我是海上漂泊而来 偶然遇到惠真和惠定 几位道友 他们邀请我来的 呵呵 从海上漂来的 凡圣法王满脸 都是不幸之色 李水道也是死猪 不怕开水烫 问就是海上漂来的 咬死就是这句话 多得一句话也不解释 谎言向来都是越解释 破绽越多 与其千言 不如一墨 凡圣法王双眉紧锁 目光如炬 紧盯着李水道 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说谎 你叫李济道 是从黑岛而来 李水道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黑岛 那是什么地方 我从未听说过 凡圣法王冷哼一声 黑岛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岛上之人皆是黑人 皮肤躯黑 崇拜阴影之神 李水道摇了摇头 我真不知道 我在大海之上 随波逐流 漂泊已久 从未见过您所说的黑岛 凡圣法王目光如电 紧紧盯着李水道 似乎想要从他脸上 看出什么破绽 片刻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好 既然你如此说 那你可敢跟我 一同前往黑岛一趟 看看究竟如何 李水道文言 一脸从容地笑道 岛主大人若是不幸 尽管前往便是 竟然答应得如此爽快 凡圣法王明显露出犹豫之色 暗道自己 莫非错怪了此人 不过他可是 同时背叛了诸天先蒙和阴影之主 苟居于此 绝对不能被人识破身份 李水道 此人的来历若不查清 他将寝食难安 凡圣法王转过身去 对着身后的两名弟子道 慧真 慧定 你二人速速去通知福 徒僧集合 我们即刻出海 两名弟子文言 立刻应声道 遵命 不久 108名金丹七僧人便如流星般汇聚于寺庙的广阔广场之上 他们身形挺拔 背后各自背负着厚重的石碑 每一个石碑上都有一个佛像 他们的目光如炬 汇聚在凡圣法王与李水道身上 透露出一种不可言喻的坚定与虔诚 凡圣法王微微汗手 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他声音洪亮 回荡在广场之上 诸位弟子 出发吧 随着他一声令下 众僧人身形一动 他们驾驭着顿光 如同一道道流星划破天际 朝着那神秘莫测的黑岛 急驰而去 飞行的路上 李水道望着身旁那些背负佛像的僧人 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之色 他向凡圣法王询问道 岛主 您这108名弟子 背着石碑 可是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凡圣法王闻言 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笑容 他解释道 李道友有所不知 他们108人 可以组成九层佛塔浮屠阵 此阵一旦布下 可镇压诸天万魔 即使是化神器的魔尊清灵 也难以撼动分毫 李水道听罢 眼中闪过一丝钦佩之色 他赞叹道 果真是厉害 佩服佩服 不过 岛主 我有一事不明 您带着这么多弟子 离开菩提岛 若是那海骄王鳄烈 趁虚而入 攻击菩提岛 该如何是好 凡圣法王温言 眉头微皱 他沉思片刻后 缓缓说道 你所说之事 我亦有所考虑 那海骄王鳄烈狡猾异常 确实难以预料其行动 不过 我也安排弟子留守岛上 并不下防御法阵 那海骄王没那么容易攻破 更何况 本座随时都会杀个回马枪 菩提岛因能安然无恙 李水道一脸钦佩说道 岛主 果然思虑周全 两人交谈间 飞行的速度 却丝毫不减 他们穿越云层 越过海域 朝着那神秘莫测的黑岛 急驰而去 经过小半日的飞行 他们终于抵达了黑岛之上 然而 眼前的景象 却令他们大惊失色 黑岛 昔日那片神秘而阴森的岛屿 此刻却变得一片狼藉 原本茂密的森林 被烧得只剩下焦黑的树桩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烧焦的味道 岛上的祭坛 那座曾经庄严而神秘的建筑 此刻也已经被捣毁得不成样子 更令人心悸的是 岛上的人竟然全都被杀了 而且是被阴影魔尊所杀 因为死的人没有尸骸 只有墙上的影子 这种法力 这种手段 只有阴影魔尊才办得到 整座岛屿没有一个火口 只有那空荡荡的阴影之神的雕像 孤独的屹立在废墟之中 仿佛也在为这场惨剧而莫哀 凡圣法王站在废墟之上 望着眼前的景象 额头上的冷汗如雨下 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扼住他的喉咙 让他无法呼吸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凡圣法王的声音颤抖着 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凡圣法王背叛阴影之主 本以为可以远离这个恐怖的存在 却没想到 无边海到处都是恐怖的妖兽 他只能够在菩提导狗居 原本有幽光菩提在手 他可以快速把修为提升到化神期 不过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阴影魔尊 他将幽光菩提的力量 第一时间用在了培养弟子身上 这些弟子都来自于静云子所携带的乾坤灵域 静云子被他骗到阴影魔界 一入魔界就被阴影之主扣下 关押了起来 他身上的宝物自然也就落到了凡圣法王身上 凡圣法王不仅得了静云子身上的所有宝物 而且还得了阴影之主奖励的幽光菩提 可以说是血传 正是因为有了这般大的利益 他才背叛人族 否则当时回到诸天先盟 他就直接和阴影之主撇清关系 根本就不会骗静云子去阴影魔界 古一根到底都是利益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凡圣法王突然说到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急切与惶恐 虽然拥有了佛塔浮屠阵 但是凡圣法王依旧不愿意面对一个阴影魔尊 能跑路就能解决的事 没必要非打不可 凡圣法王率领着108名背着石佛像的浮屠子 浩浩荡荡地返回了菩提岛 海风轻浮 岛上的椰树摇曳生姿 仿佛在为他们的归来而欢呼 踏上菩提岛 凡圣法王的神情略显放松 他看向了岛上安宁生活的百姓 终究还是下定了决心 他转向身旁的石慧珍 低声说道 立刻组织所有人撤离 石慧珍闻言 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岛主大人 我们要放弃菩提岛吗 凡圣法王点了点头 目光深邃 是的 时机已到 石慧珍虽然心中不解 但还是立刻转身 对身边的石慧定等人吩咐道 我们立刻去通知所有人收拾东西 就说 我们要离开了 石慧定却皱着眉头 脸上露出几分忧虑 我们当然 会跟随岛主不离不弃 可那些凡人怎么办 他们可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也有牵挂 该如何安置他们 其他浮屠子也纷纷皱眉 议论纷纷 对啊 我们走了 他们怎么办 他们可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不管 石慧珍听到这些议论 脸色微沉 大声斥责道 别说 呃 你们忘了 岛主手上有一件宝物 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吗 石慧定和其他浮屠子闻言 这才恍然大悟 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对啊 岛主手上有菩提世界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他能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 没错 我们只要跟着岛主 就不用担心家人的安危了 这帮浮屠子 讨论的热火朝天 却没有注意 道凡圣法王的脸色 已经变得阴沉如水 他冷冷地扫了一眼 这些浮屠子 心中暗自叹息 这些浮屠子 虽然依靠他的宝物 幽光菩提 迅速提高修为 但其实心智十分天真 虽然天真的手下 用起来不用担心他们是主 但现在可是有外人在场 这菩提世界 怎么能够轻易泄露出去 凡圣法王写眼 瞥了一眼离水道 见他脸色不变 似乎并没有联想到 菩提世界 就是大名鼎鼎的乾坤淋浴 不过即便如此 自己的秘密 也不容泄露 108名浮屠子纷纷离去 李水道也十分知情 识趣地走了过来 他看着凡圣法王 一脸诚恳地说道 岛主大人既然要撤离 那我也该离开了 凡圣法王微微一笑 目光却透着一丝冷意 礼道有且慢 还是我送你一程吧 李水眉头一皱 不必了 我自己会走 凡圣法王却摇了摇头 缓缓说道 一定要的 话音刚落 他抬手一指天空 只见半空中 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幽光菩提 散发出淡淡的荧光 刚刚飞走的浮屠子们 仿佛受到了召唤一般 纷纷飞了回来 他们面色严肃 眼神坚定 李水道看着这一幕 心中不禁升起一丝不安 你想做什么 凡圣法王转过身来 目光直视着李水道 缓缓说道 李道有 不是我不相信 实在是我的消息 不能够透露出去 李水道心中一沉 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你想杀我灭口 凡圣法王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李水道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李水道悬浮在半空之中 他环顾四周 寻找着逃脱的机会 可却发现 四周已经被浮屠子们团团围住 凡圣法王目光如炬 缓缓开口 声如红中震天响 李道有 你虽遮掩的巧妙 但魔气难掩 今日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接阵 众弟子何力镇压此魔头 浮屠子们听到法王号令 不敢有丝毫懈怠 立刻按照预定方位 结成佛塔浮屠阵 此阵玄妙无比 九层塔身闪耀着金光 蕴藏着镇压化神级魔头的力量 李水道深知 自己虽然已经拥有五阶修为 但却缺乏那一股惊天动地的爆发力 此刻若被此阵困住 恐怕脱身不易 面对那即将结成的佛塔浮屠阵 李水道心中明白 单手迅速一番 掌心之中 一个银色的锤子凭空出现 荒魔之手 死亡重锤 只见锤头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死亡立场 随着锤头的变化 一个背生双翼的魔王虚影 充斥于天地之间 那魔王双目赤红 獠牙外露 散发着浓郁的魔气 令在场的佛门修士 无不心惊胆战 这死亡立场 对金丹级别的佛门修士 仅仅只是延缓作用 对凡圣法王 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在这108名浮屠子 接阵迟缓的几分时间里 李水道趁此机会 对着凡圣法王 连续点出几指 太阴指 太阴指无形无际 却能悄然失读 让人防不胜防 凡圣法王感受到 一股阴冷的气息袭来 心中虽惊 但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赌工只是小数 这等小数 从来都不是斗法的胜负关键手 凡圣法王莫不作声 全力操控佛塔浮屠阵 只要将其镇压 就能胜券在握 一道佛光冲天而起 凝聚成一个巍峨的佛塔虚影 将李水道牢牢镇压其中 佛塔之上 梵音阵阵 金光闪烁 仿佛有无数佛陀在诵经祈福 彰显出佛门无上的威严与力量 然而 让凡圣法王万万没想到的是 被困于阵法之中的李水道 竟然身影变得模糊起来 紧接着 无数影魔的虚影 从他体内涌出 魔气滚滚 直冲云霄 这些影魔 正是他养在虚境的108头影魔 此刻结成影魔大阵 与佛塔浮屠阵分庭抗礼 凡圣法王目睹李水道 展现出的影魔大阵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他沉声喝道 你果然是阴影魔族 今日我必将诛杀你于此地 以绝后患 李水道冷笑一声 诛杀我 凡圣法王 你今日既然对我出手 那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凡圣法王眉头一挑 似乎对李水道的话感到意外 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 看来你真的是李济岛 你投靠了阴影之主 李水道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凡圣法王 你何尝不是一样 为了幽光菩提 不惜与阴影之主勾结谋害静云子 我们彼此彼此 凡圣法王面色一沉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哼 你比老夫还要狠毒 居然赶灭了黑岛上的阴影之徒 那些可是信仰阴影之主的凡人 你这样激怒阴影之主 就不怕他报复你吗 李水道文言 当即矢口否认 凡圣法王 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 不要嫁祸给我 凡圣法王冷笑一声 哼 李济道 你何必急着否认 你我都知道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敌人 只有利益 原本 你我都是同道中人 老夫完全可以放你一马 只是如今 既然撕破了脸 那今日只能请你赴死了 佛塔浮屠阵中 108名浮屠子 齐生诵经 佛法无边 法力滔天 他们的身影 在佛光中若隐若现 仿佛与佛塔融为一体 散发出强大的镇压之力 而隐魔大阵中 李水道则是通过阵法 将他的天象镜五阶修为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他的爆发力不如佛门修饰 但他的法力却绵长无比 几乎无穷无尽 在他的操控下 隐魔们如同狂暴的野兽般 不断冲击着佛塔浮屠阵 一时间 天空中佛光与魔器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双方阵法的较量 也引发了周围天地元气的剧烈波动 仿佛连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龙前于渊 波涛不惊 海洋之中 海骄王敖烈化作一头不起眼的泥丘 静静地藏匿于菩提岛的海岸边 他的身躯虽小 但眼中闪烁着狡黠与智慧的光芒 仿佛能看穿世间的一切虚妄 数日前 菩提岛的岛主率领着108名弟子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这片海域 他们的离去自然引起了敖烈的兴趣 只不过敖烈极为谨慎 没有贸然动手 何况他要对付的是菩提岛主本人 而不是他占据的岛屿 多少急躁地要求中了人族的陷阱 悔之晚矣 在他身旁 跟着一个车曲女妖 这女妖身形曼妙 容颜绝美 但眼中却透着一股妖魅之气 此女妖乃是敖烈的弦内柱 不仅有四阶法力 而且精通迷幻道法 战力不俗 天边 一群修士各自背着石碑返回 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 显得格外醒目 仿佛龟巢的鸟一般 敖烈与车曲女妖静静地躲在海里 目光紧盯着那群修士 他们的水顿术极为厉害 即使近在咫尺 菩提岛主也未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突然间 菩提岛主与随行的一名修士起了冲突 那修士一身魔气滔天 与菩提岛主的佛光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敖烈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他看出那摩修实力不凡 但菩提岛主更胜一筹 只见菩提岛主一掐法诀 大量背着石碑的僧人 组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佛塔 谈不得 那摩修虽然被镇压在佛塔之下 但却一散出滔天魔气 那魔气不断腐蚀着佛塔浮屠阵 这正是阴影魔族的特有神通阴影腐蚀 这门神通能够快速腐蚀阵法 甚至夺取其控制权 若是飞影没有陨落 这一招的威力至少提高五倍 离水道纯粹是靠阴影魔阵 才能施展出这门神通 想要仅仅依靠阴影腐蚀 根本就不可能夺取佛塔浮屠阵的控制权 最多只能降低其威力 隐藏在海水之中观战的车曲女妖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她低声对敖烈说道 龙王 你不打算动手吗 若你此时出手 说不定能够和这个魔族一起干掉菩提岛主 解除这一大隐患 敖烈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没有回答 她心中自有计较 知道此刻出手并非最佳时机 车曲女妖见她不为所动 心中不禁有些焦急 她继续劝道 那魔族气息强大 应该是化神级别的修为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 我们何不趁此机会 联手一击 敖烈微微摇头 沉声道 你有所不知 当初我兵仪也有化神器的修为 可被佛塔浮屠阵镇压之后 最终还是陨落了 这佛塔浮屠阵非同小可 拥有三大变化 泛天震魔 伐海无量 寂灭尽世 每一重变化 都蕴含着无穷的威力 恐怖至极 这个魔族虽然修为不弱 但在我看来 她根本没有我兵仪的实力 她若想依靠腐蚀神通 破解佛塔浮屠阵 只怕是痴心妄想 车取女妖心中虽然认不认可 但她终究是不敢多言 敖烈的性格向来谨慎 不会轻易出手 而她 不过是她手下的一名小妖 又怎能违逆她的意愿 两人目光如炬 紧紧盯着海面上的战斗 那魔修在佛塔浮屠阵的金光之下 如同困兽游斗 仿佛要将她彻底吞噬 而凡圣法王则凌空而立 脸上带着一抹淡然的微笑 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两久之后 车取女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菩提导主已经施展佛塔浮屠阵这么久了 为何还不见那三大杀招的踪影 敖烈微微侧目 眼中闪过一丝深意 缓缓道 你有所不知 这三大杀招 乃是佛塔浮屠阵的精髓所在 但并非随意便能施展 须得在对手出招之际方能借势而发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若是对手不出强力杀招 菩提导主自然也不能轻易暴露底牌 毕竟 绝招一出 必定惊天动地 甚至阵法跟鸡都会动摇 平白给敌人造成逃脱的机会 车取女妖闻言 心中虽有所悟 但仍是有些不甘 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 敖烈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不会的 你看那摩修 虽然被金光所困 但摩气却愈发浓烈 丝毫不见减弱 而菩提导主的金光 虽然看似璀璨 但实则已经开始有不知的迹象 我猜 菩提导主应该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应该很快就会出手了 话音刚落 海面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之声 只见佛塔之上的金光突然暴涨 仿佛要将整个海面都照亮一般 车取女妖见状 不禁惊呼出声 那菩提导主终于要出手了 敖烈的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好果断 菩提导主要用那最强的一招了 这一招 必定能够一举将那摩修镇压 一个化神器的摩修就会这样陨落吗 车取女妖一脸的不可思议 敖烈只能轻叹一声 兵仪都顶不过这一招 她更不可能 海面之上 半空之中 樊圣法王的眼神中闪烁着锐丽的光芒 她深吸一口气 沉声喝倒 变阵 寂灭尽世 此言一出 阵法中的石惠珍 石惠定等僧人 皆是一惊 他们没想到 岛主居然会直接施展出 这最强的一招 这一招寂灭尽是 乃是佛塔浮屠镇三大变化最强的一招 威力无穷 足以震杀一切强敌 当初 便是这一招 让那头凶恶的冰痴 尹赫尔中 如今 面对这魔头 樊圣法王居然再次施展出了这一招 显然是认为 这魔头非同小可 所有僧人都高声宣送佛号 他们背后的石碑佛像 仿佛也活了过来 释放出冲天佛光 照亮了整个海洋 这一刻 整个海面都仿佛被一股庄严而神圣的气息所笼罩 随着阵法的变化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佛塔中散发出来 仿佛要将一切生灵 都镇压得粉身碎骨 而李水道身上的影魔 在这股威压之下 更是如同被烈火焚烧一般 迅速消散无踪 就在李水道即将被震杀之际 樊圣法王突然面色一变 喷出一口鲜血 他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自己的法力 竟然突然无法调动 强行调动之下 竟然让自己受到了重创 这是怎么回事啊 樊圣法王这才想起 自己之前中过毒 只不过那毒太微弱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 那毒竟然能够在不知不觉中 侵蚀自己的法力 寄灭尽是 乃是灭杀一切的大招 大招一出 必有破绽 李水道以牺牲所有隐魔为代价 化作一道流光 从佛塔浮屠阵中 被腐蚀的空隙中钻了出来 他身形一闪 便冲到了樊圣法王的面前 手中的银色锯锤高高举起 狠狠地向樊圣法王的脑袋上砸去 樊圣法王来不及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句锤落下 只听一声巨响 樊圣法王的脑袋 当场被敲得粉碎 鲜血似箭 一代强者 就这样陨落在了李水道的手中 整个海面 都仿佛在这一刻 陷入了死寂之中 所有的僧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震撼和恐惧 他们无法想象 这魔头竟然如此强大 连菩提岛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海面之下的海骄王熬猎 和车曲女妖更加惊愕 两妖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难以置信 敌人强大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敌人强大到自己看不懂 碰 一声巨响 阵的海面波涛汹涌 樊圣法王连哼 都为哼出一声 便颓然倒下 身死倒消 李水道眼神如冰 冷冽至极 他身形未动 但周身却涌起一股浓郁的黑气 仿佛来自九幽地府 带着令人心悸的寒意 樊圣法王的原因 刚刚脱离肉身 还未曾反应过来 便被这黑气瞬间裹住 他惊恐地挣扎 发出微弱的呼喊 却无济于事 李水道手指轻弹 那原因便如被无形之力牵引 化作一道流光 被收入了他的囊中 紧接着 李水道的手轻轻一挥 樊圣法王身上的那件黑色袈裟 便自动脱落 飘落在他的手中 那袈裟上 绣着复杂的佛纹 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显然是一件不凡的法宝 他又屈指一弹 一串佛珠 自凡圣法王的脖梗上滑落 落入他的掌心 那佛珠磕磕圆润 每一颗都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随后 李水道目光 落在凡圣法王手中的幽光菩提上 那菩提子 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力量 此物乃是得知阴影之主的顶尖宝物 价值无法估量 他轻轻一笑 伸手便将那菩提子取了过来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凡圣法 王藏在腰间的玉壶上 那玉壶晶莹剔透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显然也是一件难得的宝贝 这件宝物 李水道曾经见过 正是静云子的乾坤灵域 这乾坤灵域本来就是一个空间至宝 里面肯定还有凡圣法 王藏起来的大部分家当 做完这一切后 李水道甚至连凡圣法王的尸体都未放过 只见他手掌一番 一股黑气涌出 将凡圣法王的尸体包裹其中 然后化作一道黑光 消失在他的袖中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李水道的手法之快 令人咋舌 转眼间 凡圣法王身上的一切财物 便被他收走 不留一丝痕迹 108名僧人 原本依仗着佛塔浮屠镇的威势 悬浮于半空之中 然而此刻 随着主阵之人凡圣法王的身死 那阵法径瞬间崩解 他们如同失去了主心谷的群鸟 一时间愣在当场 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愤怒 石慧真怒沐原争 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恨意 摩羞 你竟敢杀我岛主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石慧定亦是满脸猙獰 咬牙切齿道 此仇不共戴天 我等必将你追杀至天涯海角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他们纷纷祭出法宝 化作一道道流光 朝着李水道追去 然而 李水道却冷冷一笑 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在虚空中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 瞬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就在这时 海面之下突然炸起一道巨大的浪花 伴随着一声震天的龙吟 海骄王熬裂破浪而出 他那庞大的身躯 散发着恐怖的气势 仿佛一座移动的山岳 令人望而生畏 108名僧人见状 心中都是一景 他们深知海骄王的厉害 若是单打独斗 他们之中无一人是其对手 于是 他们纷纷靠在一起 准备重新结成佛塔浮屠阵应敌 然而 令他们绝望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那曾经威力无穷的佛塔浮屠阵 却始终无法结成 他们背后的石像 虽然能够形成一道黑色的光幕 将他们的修为聚合起来 抵挡海骄王的一击 但这样绝对挡不了几击 海骄王熬裂满脸杀意 鸣笑道 你们这些秃驴 当初仗着佛塔浮屠阵 欺凌我族霸占这片海域 如今菩提岛主已死 我定要将你们这些小鱼小虾全部击杀 以劫我心头之恨 说着 他挥动巨爪 朝着那些僧人拍去 一道惊天动地的巨浪随之涌起 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撕裂开来 那些僧人虽然奋力抵挡 但在那恐怖的力量面前 他们的防御如同纸壶一般脆弱 啊 一声声惨叫响起 不断有僧人被巨浪击中 身形狼狈地摔落海中 然而 海骄王敖烈却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他凝笑着继续发动攻击 是要将这些僧人全部击杀 就在这时 天际边一道身影如流星般急驰而来 正是去而复返的李水道 他立于波涛之上 衣美飘飘 目光冷冽如刀 海骄王敖烈正挥动巨爪 准备给予那些僧人致命一击 却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 他抬头望去 只见李水道正冷冷地盯着自己 心中顿时一脸 回想起李水道之前那诡异而强大的手段 敖烈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忌惮 敖烈道友 还请住手 李水道的声音冰冷而平静 这些僧人乃是我的战利品 我自然会收拾 轮不到你动手 敖烈闻言 心中虽然不甘 但也不敢轻易挑衅李水道 他深深地看了李水道一眼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 驾云离去 转眼间 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片波涛汹涌的海面 李水道瞥了一眼那些僧人 随后化作流光再次消失不见 那些 僧人望着他离去的方向 心中满是惊惧与无奈 他们知道 自己等人虽然有着金丹七的修为 但在李水道 这样的强者面前 却如同蝼蚁一般渺小 石惠 真飞至半空之中 站在众僧之前 高声呼喊道 诸位同修 先就落水之同伴 再返回菩提岛 坚守阵法 他的话语 如同沉中木骨 唤醒了众僧心中的斗志 一时间 众僧纷纷行动起来 有的驾起法宝 在海面上空盘旋 寻找落水的同伴 有的则潜入水中 施展神通 将那些重伤的修士救起 师兄 快抓住我的手 一名年轻僧人 看到一名落水修士 正在奋力挣扎 急忙伸出手去 那名落水修士 脸上露出感激之色 他抓住年轻僧人的手 两人一同浮出水面 多谢师弟相救 落水修士喘着粗气说道 师兄严重啊 我们都是菩提岛的师兄弟 理应相互扶持 年轻僧人谦虚地回应道 此时 海面上已经就起了 大部分落水的修士 他们都有经丹期的修为 若非受了重伤落水之后 根本就不需要有人救治 仅此一意 菩提岛主虽然被魔修所杀 但其他人皆还完好无损 只是没了菩提岛主 菩提岛就像失去了主心骨 人心涣散在所难免 无边海 无影碧波之中 一只灵龟静静地漂浮着 其背上坐着一名青年 他双眼紧闭 手中环绕着屡屡黑气 犹如幽暗的烟雾 散发着诡异而深邃的气息 静云子的玉壶 此刻正握在了离水道的手中 阴影之力如潮水般涌入 很快愿将玉壶上的静置腐蚀 随后顺利炼化 接着 离水道身影一闪 便消失在原地 进入了那玉壶之中 这是一个乾坤淋域 仿佛另一个世界 一千万亩的广袤土地 山川叠障 河流纵横 却没有海洋的壮阔 这里有农夫耕作 有村落处理 却不见妖兽的踪迹 天空之上 只有一片苍白的光芒 没有日月星辰 离水道悬浮在空中 目光如炬 扫视着这片陌生的世界 他知道 静云子和凡圣法王 必然将自己的宝藏藏匿于此 或许在某个隐蔽的角落 或许在某个深邃的山洞之中 然而 一千万亩的土地 想要一寸一寸地寻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更何况 以他们的修为 必然设下了重重阵法 用以藏匿和保护自己的宝物 离水道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他知道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将这个世界彻底吞噬 用自己的虚境将其融合 作为世界之主 他将能够轻松掌控这个世界的一切 挖掘出隐藏在这里的所有宝物 身处仙界 离水道无法随心所欲地展开他的虚境 因此 他唯有将这玉壶 收入到自己的虚境之中 再将其展开 用自己的虚境将其慢慢吞噬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 离水道终于决定付诸行动 他离开了玉壶之中的乾坤淋浴 重新踏入了无边海的万寝波涛之中 他神色凝重 双手结印 轻轻一挥 那玉壶变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进入了他的虚境 在离水道的虚境之中 景象迥异 半人半舌的玉娘 与半人半谢的金夫人 正忙碌地在趋近的戈壁上 铸造着一座巨大的祭坛 那祭坛上 玉壶悬浮在空中 散发出淡淡的灵光 随着两个女妖消耗法力 展开祭祀 玉壶表面开始军裂 一道道裂纹 如同蜘蛛网般蔓延开来 轰然一声巨响 玉壶炸裂开来 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中涌出 瞬间将周围的空间撕裂 紧接着 一个崭新的世界 凭空挤进了虚境之中 那是一个一千万亩的广袤陆地 陆地上 森林茂密 农田肥沃 山谷幽深 河川蜿蜒 离水道的虚境 原本就拥有五百万亩的陆地 此刻随着新世界的融入 陆地面积瞬间扩大到了 惊人的一千五百万亩 戈壁和沙漠 被挤到了新世界的边缘 陆地面积最多的是 连绵不绝的山川河流 和富饶的村落良田 此外 虚境还拥有一千万亩的海洋 整个虚境的面积 高达两千五百万亩 广袤无垠 令人叹为观止 离水道 依照自己世界之主的权柄 其感知能够轻风地 触摸到整个世界 它闭目凝神 感受着虚境的一切 虚境两千五百万亩土地 陆地和海洋各占一半 不再是之前海洋包裹陆地的形态 虚境新增的面积当中 这意味着 离水道并不需要修炼新的道法 便能彻底消化这一千万亩的陆地面积 离水道的感知 很快触及到了一个隐秘的角落 那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巨大山洞 山洞里充斥了冰冷的寒意 离水道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山洞之中 有一具庞大的冰蚩尸体 横卧在地 其身上散发出的寒气 足以冻结周围的一切 这是一条华神级别的妖兽 生前必定是一位震慑一方的霸主 在冰蚩的腹部 一颗璀璨的妖丹静静地躺着 其中蕴藏着澎湃的真龙之力 离水道顿时面露兴奋之色 他在阴影魔界 知道了一种祭祀之术 能够将这具冰蚩的尸体搭设成祭坛 源源不断地抽取其中的真龙之力 让自己培养的那108个二阶灵规 吸收真龙之力 他们只怕都能够晋级为三阶龙 届时再布置碧海绝涛大阵威力 必然倍增 如今离水道手中缺乏硬抵手段 这一具冰蚩的完整尸体 可谓瞌睡来了送枕头 除了冰蚩尸体和腰单外 离水道还发现了其他的隐秘之地 其中一处集中了大量灵石 上品灵石有800块之多 每一块都蕴含着浓郁的灵气 中品灵石则有10万块 数量惊人 而下品灵石反而较少 仅仅只有几千块 多半是找灵用的 突然间 离水道手一翻 手掌之上多了一枚不起眼的预见 他轻轻拿起预见 一股淡淡的灵气 自其中一出 让他心头一震 细细查看之下 他惊喜地发现 这预见中竟记载了 禁云子的修炼道法 流云逍遥诀 不久之后 离水道手中又多了一本金色的佛卷 此物乃是凡圣法王的修炼的道法 梵天圣火宫 略微查看之后 便将这本道法重新收纳 哈哈哈哈 坐在灵规背上的离水道 再次惊喜大笑 他手中捧着一本经书 经书上完整记载着佛塔浮屠镇的布阵之法 其中甚至还有凡圣法王对 使用幽光菩提的诸多感悟 离水道心中激动不已 他知道 自己若是参悟了这门布阵之术 再练化了幽光菩提 他也可以培养一群和尚 布置佛塔浮屠镇 甚至还可以更简单 直接把菩提导的浮屠子收为己用 让自己的实力快速得到恢复 另外 离水道想要参悟金丹之路 这些道法对他大有帮助 每一部道书都要认真研读 仔细揣摩 至于虚境之路 只能顺其自然 他根本不做强求 此外 离水道还发现了诸多世界的地形图 这些地形图绘制得极为精细 甚至连一些隐秘的角落 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更让他惊讶的是 其中还标注了人族破界传送阵的位置 这些传送阵 是人族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对于诸天仙门而言 都是极为机密的信息 另外 离水道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炼宝材料和法器 这些材料都是炼制高阶法器的必需品 这些宝物数量巨大 而且极其珍惜 离水道甚至都无法完全辨认 短时间内 离水道也很难消化这次收获 只能暂时先收藏起来 待到日后慢慢参悟 无边海 浩渺无垠 碧波荡漾 仿佛天地间的一片翡翠 在这广袤的海域中 一头巨大的乌龟 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之上 他的甲铐厚重而坚实 宛如一座浮动的岛屿 离水道盘膝坐在乌龟的背上 他身着青色道袍 面容沉浸如水 他闭目参悟着道法 身心仿佛与天地相容 与海浪共鸣 海风轻轻吹拂着他的衣角 带来一丝丝清凉的海水气息 虚静 一个巨大的湖泊之中 一座由冰驰海骨搭建而成的祭坛 微然耸立 这座祭坛散发着淡淡的寒光 透着一股神秘而威严的气息 108头二阶顶峰的乌龟围绕着祭坛 它们或盘踞或游动 都在吸收着 从祭坛中散发出的真龙之力 多余的真龙之力 则溢散到了整个虚境 成为了离水道的力量积累 这些灵归的甲铐上 自然生有玄妙的纹路 闪烁着悠悠的光芒 它们吞吐着湖水 似乎在借助湖水的力量 来增强自身 每一次呼吸 都仿佛在与天地间的灵气交流 与真龙之力共鸣 离水道坐下的乌龟名为之鸡 乃是这108头灵龟的首领 如今 它要驼身为世界之主的离水道 而没有机会吸收真龙之力 显得十分焦急 它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 终于鼓起勇气 发出意念 想要返回虚境 吸收真龙之力 离水道轻轻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芒 它微笑着说道 之鸡 你也去吧 进入祭坛吸收真龙之力 增强自身修为 之鸡听懂了离水道的话语 它鸣叫了一声 声音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 随后 它的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在苍茫的大海之上 随着之鸡的离去 离水道便失去了自己的坐驾 只得依靠自身身后的法力 如鹤鹿云端 悬浮于空中 虽然它法力无边 能够持久悬浮 但总觉得少了些威严与风采 离水道利用自己虚境之主的权柄 在自己的虚境当中 找了一头合适的二阶灵龟 将其召化而出 这灵龟身披清脆的甲铐 仿佛一块浑然天成的翡翠 龟手微微扬起 双目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它浮现在离水道的脚下 仿佛一座小山般稳固 离水道轻轻一跃 便稳稳地坐在了灵龟的背上 虽然没有直击舒适 但也还算平稳 坐到灵龟背上 离水道的心境逐渐平复下来 它继续沉浸在道法的餐物之中 这次的收获太过丰厚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全消化 但离水道并不着急 它有的是时间慢慢领悟 突然间 海面上涌起一股妖异的气息 离水道微微皱眉 手中的佛卷悄然引入虚境之中 它抬头望向海面 只见一个巨大的车渠 贝壳缓缓浮现 贝壳缓缓打开 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跪在其中 素衣如雪 楚楚可怜 小女子摇旋景 见过大仙 女子声音婉转动听 带着一丝不意 察觉的颤音 显然内心极为紧张 离水道眉头紧锁 沉声道 你既是四街妖羞 又何苦 如此委屈自己 姚璇景抬头望向离水道 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 道 小女子神通低微 只懂得一些幻术 生怕惹怒了上仙 遭上仙打杀 离水道淡淡一笑 道 我平白无故 为何要杀你 姚璇景闻言 心中烧鞍 道 小女子也知 上仙是大度之人 绝不会滥杀无辜 这才赶出来见大仙一面 离水道微微汗手 你找我有什么事 姚璇景犹豫了一下 道 不瞒前辈 小女子是海骄王 敖烈坐下小妖 想问前辈 究竟何时离开这片海域 离水道眉头一挑 她这么想赶我离去 姚璇景连忙摇头 那倒不是 只是敖烈大王想知道 上仙究竟有什么目的 离水道哈哈一笑 我明白了 原来是敖烈派你来套取情报的 她是不是还让你 用幻术迷惑我 姚璇景闻言 脸色一变 连忙否认道 小女子哪里敢 幻术和毒术一样 都是小术 被修为高深的前辈 根本没有用 离水道淡淡道 姑娘你妄自菲薄了 这世间哪有什么大树小树 都只是自己不会用而已 你若用的好 哪怕就是区区幻术 照样也有无穷威力 胜过世间绝大多数厉害法术 姚璇景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仙常说的可是真的 离水道点头笑道 那是自然 比如你的幻术 虽然控制不了我 但却可以控制我坐下的灵规 你可以让他咬我 姚璇景闻言 顿时笑了起来 仙常说笑了 一只二阶灵规咬你 岂不是笑话 离水道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这段时间以来 我都是乘坐灵规 无意指挥 任由飘荡 你完全可以用幻术迷惑他 让他把我带到一个危险之地 这样就可以坐山观虎洞 姚璇景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倒是个办法 只不过小女子一用幻术 必然有妖气 这肯定是瞒不过仙常的 离水道摇了摇头 这说明你的术法还有瑕疵 你只是凭借自身的血脉天赋 在用幻术 还不能做到道法自然 姚璇景眼眸闪烁 轻起朱唇 仙长 姚璇景斗胆 不知如何才能做到道法自然 离水道微微一笑 目光深邃 他抬手示意姚璇景上前 道 你且过来 我与你细说 姚璇景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韵 他轻咬下唇 心中既是紧张又是期待 车曲贝壳 在他意念一动间 化作一件流光溢彩的华服 轻轻披在他的身上 他赤足轻踏 犹如仙子下凡 款步走到龟背之上 紧挨着离水道坐下 他声音轻柔 宛如天籁 道 仙长 姚璇景席耳恭听 离水道目光在他身上流转 心中不禁赞叹 这女妖的幻化之术 竟能将容貌塑造得如此绝美 连他都有些心惊荡漾 深深吸了一口 姚璇景散发出来的体香 离水道嘴角勾 起一抹深不可测的微笑 他缓缓靠近姚璇景的耳畔 以神识传音蛊惑道 想不想踏足化神之境 统领这片广袤海域将熬猎踩在脚下 成为这片海域的真正主宰 姚璇景的郊区猛的一颤 仿佛被触及了心底最深处的渴望 他同样以神识回应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仙长 嗯 您真的愿意助我 离水道轻轻点头 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便助你晋级化神 成为这海域的霸主 姚璇景犹豫了一下 但想到 那渴望已久的境界和权力 他终于下定决心 仙长 请吩咐小女子愿意为您效劳 离水道满意地点点头 菩提岛上有一群僧人 他们对我颇为敌视 我想要收服他们 为我所用 姚璇景秀没微醋 有些担忧地说道 仙长 他们都是经单期修士 定力强大 而且相互之间有佛光感应 我的幻术恐怕难以迷惑他们 就算能迷惑一两个 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离水道轻笑一声 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放心 我有一种特殊的迷幻之法 可以将他们永久控制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指示行事即可 姚璇景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仙长 小女子愿意全力配合您 离水道微微汗手 目光转向海面之下 笛声问道 熬练那家伙 还在下面看着吧 姚璇景轻轻点头 是的 仙长 那胆小鬼就还在下面 只不过他水盾之术颇为厉害 仙长怕是没有办法抓住他 离水道淡淡一笑 那我们还是演全套吧 说吧 他转身面向姚璇景 脸上恢复了之前的淡然和庄重 他朗声说道 道法自然 非一日之功 你需要先物透天地之间的韵律 与万物共鸣 幻术的本质 便是以心欲物 以念化形 你要做的 是让自己的意念 与天地灵气相容 随心所欲地操控他们 乾隆在冤 这是一门龙族的大神通 海骄王鳌烈 只要化身为一条不起眼的泥丘 就能藏在海水之中隐匿身形 就算是化神器修士 也无法感知 别人无法感知到他 可他的感知 却如同明镜 轻易便能洞察海面之上的一切动静 半年前 这片海域突然来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修士 他仅凭一己之力 便斩杀了威震一方的菩提岛主 随后此人便在海上徘徊 如同一只孤狼 在寻找下一个猎物 敖烈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胁 寝食难安 生怕这修士的下一个目标 会是自己 敖烈就这样一直隐忍了半年 此人居然还是徘徊不去 每天坐着个乌龟飘飘荡荡 让敖烈感觉如梗在喉 好不畅快 为了探明这修士究竟何时离去 敖烈派遣了擅长幻术的 车曲女妖姚璇景前去试探 姚璇景身形婀娜 面容娇媚 她的幻术能够迷惑敌人 使对方陷入幻境之中 姚璇景顺利接近了那位修士 她笑语盈盈与修士攀谈起来 两人似乎颇为投缘 言谈甚欢 敖烈隐藏在海底深处 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她的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担忧 好奇的是 这修士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斩杀菩提岛主 担忧的是 姚璇景是否能够成功试探出修士的虚实 又是否会陷入危险之中 那修士和姚璇景聊得竟然十分投缘 时间一晃便到了夜晚 夜幕降临 星光点点洒在海面上 姚璇景召唤出她的大贝壳 邀请那修士进入其中 贝壳缓缓合上 如同一个神秘的宝盒 将两人的身影遮掩起来 敖烈在海底深处 焦急地等待着 她无法看到贝壳内部的情况 只能凭借感知来推测其中的动静 她担心姚璇景会陷入危险 更担心自己突然冒头 会被那修士击杀 时间仿佛变得异常漫长 每一刻都如同煎熬 终于 当一日清晨的低缕阳光 洒在海面上时 贝壳缓缓打开 一男一女从中走出 敖烈仔细观察着那位修士 发现他面色如常 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而姚璇景则是满面红韵 双目放光 似乎经历了什么愉悦之事 敖烈心中松了口气 看来姚璇景并未受到伤害 可同时 她也对这位修士的实力感到震惊 她能够如此轻易地 破解姚璇景的幻术 甚至让她心生愉悦 这究竟是怎样的修为 敖烈的心中波涛汹涌 疑惑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的目光深邃 准备仔细询问姚璇景 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然而让敖烈万万没想到的是 姚璇景竟然与那名修士画 做一道顿光 消失在天际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一丝失望 甚至一丝愤怒 菩提岛 无边海上的一座有灵气的孤岛 自从岛主凡圣法 云落在魔修手中 岛上的僧人们便如同龙中困兽 日夜苦修 只为守护这方净土 然而 失去了幽光菩提的滋养 他们的修为增长 变得微乎其微 如同龟爬 甚至半年时间看不到丝毫进步 那些心性坚定的浮屠子 尚可勉力支撑 可心性浮躁者 却以心生退役 石航空便是其中之一 他本是108名浮屠子之一 却因心浮气躁 难以忍受修炼 知苦 便在今日 悄然离开了菩提大殿 来到了凡人居住的地方 这里的生活 别有一番凡尘的宁静与祥和 石行空走在田间小道上 感受着脚下泥土的松软 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平静 他轻轻放下背后沉重的石佛 换上了农夫常用的锄头 开始帮助农夫们锄田 他的动作虽然显得生疏而笨拙 但每一次挥除都充满了真诚与努力 农夫们看着他 眼中流露出赞许与感激 小师傅 真是辛苦你了 老农夫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微笑着对石行空说道 石行空摇了摇头 回忆一笑 施主言重了 能为诸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贫僧的荣幸 老农夫听后更加感激不已 他邀请石航空留宿家中 石行空微笑答应 他跟随老农夫来到了其家中 只见一位轻力脱俗的女子正在绣花 他的容颜宛如出水芙蓉 轻心脱俗 让人一见难忘 石行空呆呆地看着女子 仿佛被他的美貌所设 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冲动 仿佛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 向他靠近 姑娘 石行空轻声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小女子姚玄景 见过小师傅 他微微欠身 声音婉转动听 石行空被这声音所吸引 他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 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想要将姚玄景拥入怀中 永远不放开 他面露痴容 一步一步地靠近姚玄景 一个不敬女色的修行僧人 就这样快速地沉沦 扑通 石行空竟然跪倒在姚玄景面前 他面露痴向地说道 我要娶你 生生世世 永远爱你 哪怕就是做你的一条狗都愿意 姚玄景眼中闪过了一抹锐芒 先尊说得果然没错 这些僧人虽然意志坚定 但终究 只是一个三阶修士 心中更有修为不得寸进的迷障 十分容易被迷惑 他从袖中取出一颗乳白色的丹药 递到石行空面前 吃下这个 我就信你 石行空毫不犹豫地接过丹药 一口吞下 他并不知道 这颗丹药 却是离水道 用姚玄景的唾液 炼制的四阶独丹 迷幻独丹 这种独丹 能够控制人的心神 让人陷入无尽的幻境之中 石行空很快便感受到了独丹的威力 他的眼前 开始浮现出各种奇幻的景象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之中 而姚玄景的幻术 则更加厉害 他能够让他看到 任何他想要看到的东西 听到任何他想要听到的声音 在外有幻术的控制 那有剧毒的侵蚀下 石行空很快便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原本姚玄景的幻术 最多只能控制他一时半刻 可现在只要内读不解 石行空便永远无法摆脱幻术 只能对姚玄景言听计从 犹如傀儡 这便是离水道口中的自然之道 他用幻术和毒丹相结合 创造出一种完美的控制手段 在这种手段下 即使是心性再坚定的人 也难以摆脱其控制 而石行空 便是这种手段的第一个牺牲品 菩提导 菩提寺 大雄宝殿威鹅耸力 眼角飞翘 气势恢弘 宛若仙宫 大殿之上 端坐着一位金袍僧人 他面容朦胧 仿佛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 让人无法窥视其真容 他身上的装扮极其尊贵 锦绣僧袍 金线刺绣 诸玉镶嵌 净显奢华 手中轻轻碾着一枚幽光菩提 光芒流转 映照出大殿中 每一个僧人的虔诚面容 大殿中 108名僧人肃立 他们身上背负着石佛 那是四四方方的石碑 上面刻着佛像 庄严肃母 他们面容虔诚 闭目诵经 佛光冲天 与大殿中的神圣气息相容 金袍僧人之旁 站着一个女泥 她身着朴素的僧袍 却难掩其妙慢身姿 僧袍宽大 却隐隐透出里面的婀娜曲线 惊鸿一睹 便足以让人血脉喷张 这泥姑 正是车取女妖姚璇锦 她擅长幻术 以妖艳之姿迷惑众生 正是她的幻术 让这108名僧人 对金袍僧人 产生了深深的敬畏与虔诚 金袍僧人目光深邃 扫视着大殿中的僧人 缓缓开口 今日修炼 天罡地煞阵 魔符图经 诸位须全心向佛 方可成就正果 僧人们齐声诵经 声音洪亮 回荡在大殿之中 姚璇锦则轻轻一笑 手中幻术施展 大殿中佛光闪烁 仿佛置身于幻境之中 修炼进行得如火如荼 直到修炼结束 金袍僧人再次开口 扶持灵丹 助耳等修行 姚璇锦文言 从秀中取出一颗颗乳白色的灵丹 依次递给僧人们 僧人们神情麻木 仿佛被幻术所控 结果灵丹便毫不犹豫地吞下 待所有人扶下灵丹后 金袍僧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再次宣布 继续修炼第二轮 力求精进 僧人们再次闭幕诵经 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 而姚璇锦则站在一旁 嘴角勾起一抹妖衣的笑容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法会终了 108名僧人相继离去 大雄宝殿瞬间变得空旷寂静 这时 一直站在金袍僧人身旁的姚璇锦 干净利落地脱下了身上宽大的僧袍 僧袍滑落在地 露出他妖娆的身姿 那原本朴素无华的僧袍之下 竟隐藏着如此动人的曲线 仿佛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 在黑暗中悄然绽放 姚璇锦的目光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他轻步走向李水道 柔身如同五骨般钻进了他的怀里 他的肌肤如雪 与佛门金袍相应成去 宛如一副妖艳的画卷 李水道低头看着怀中的姚璇锦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感受着那滑腻如玉的肌肤 两人的气息交织在一起 大殿中仿佛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情绪 姚璇锦的双眸中闪烁着渴望的光芒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急迫 你何时让我使用那幽光菩提 李水道目光深邃 淡淡道 你无法使用它 姚璇锦的眉头皱得更深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服 你不让我用 那如何让我提升修为 李水道微微一笑 我自有办法助你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何时才是时候 李水道的声音中 透着一股神秘 天机不可泄露 说吧 他伸手向姚璇锦摸去 然而 姚璇锦却敏捷地 从李水道的怀中挣脱出来 站在一旁 面色如霜 若你不能助我提升修为 休想再占我便宜 姚璇锦的声音冷若冰霜 眼神中充满了决绝 李水道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他瞥了姚璇锦一眼 语气中带着一丝细血 你以为女色在我这里 能换到什么东西吗 姚璇锦被他的话气的脸色通红 他紧咬下唇 露视着李水道 若没有我的幻术控制 你根本无法布置那佛塔浮屠阵 你如果再不帮我提升修为 我们一拍两散 李水道沉默了片刻 似乎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与坚定 也罢 我确实有方法让你使用幽光菩提 不过 虚浮以双修之法 毕竟你身为妖物 无法自行驾驭幽光菩提 这等佛门至宝 姚璇锦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 他微微抿了抿唇 心中暗自私存 双修就双修 又有何难 他抬头望向李水道 眼中闪过一丝调皮的光芒 你该不会是 想让我们当着那帮和尚的面坐吧 这也太修人了 不过 为了提升修为 那帮和尚就让他们看着吧 反正又不会少一块肉 李水道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他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道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说的双修 可不是肉体上的 而是法力上的 甚至是精神上的 这是真正的双修 又叫同餐 姚璇锦文言 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 他皱起眉头 不解地问道 法力上的双修 那是如何修行呢 李水道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神秘的光芒 这其中的奥妙 非三言两语能道尽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双修之法 能够让我们在法力上相互促进 共同提升 而且 在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彼此信任 心意相通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发挥出双修之法的威力 姚璇锦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他点了点头 表示愿意尝试这种修行方式 大雄宝殿之中 他们盘膝而坐 双手相抵 闭目凝神 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柔和起来 一股股暖流在两人之间流淌 他们的呼吸逐渐同步 心跳也慢慢合围一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法力开始缓缓交融 姚璇锦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自己的身体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包裹起来 这种感觉很舒适 虽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但一想到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化神级别 并彻底掌控幽光菩提 和威力惊人的佛塔浮屠阵 他的内心就是一阵燥热 把什么事都抛得一干二净 李水到唇边浮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淡笑 姚璇锦自然不知 幽光菩提的奥秘远超他的想象 原本这菩提子 的确是佛门之高法宝 然而被阴影之主夺取之后 被其用阴暗之力侵蚀 他已悄然蜕变 成为了一件蕴含佛魔之力的魔宝 幽光菩提根本没有底线 人可以用 魔可以用 妖也可以用 姚璇锦虽然是车取女妖 但他使用幽光菩提 绝不会有半点障碍 李水道之所以编织出那番谎言 不过是想 让这位妖艳的女妖 自愿成为自己的同餐 同餐之术 乃是李水道所修道法的根本 他要求人妖同修 双方共享法力道法 而且主仆分明 不过 前提是 作为同餐的妖修 一定要自愿 妖物修为越高 越不容易甘愿为仆 姚璇锦身为四阶妖修 根本不可能自负枷锁 成为李水道的同餐 只能用骗 利用他自己的贪婪 他会自己骗自己 一旦成为同餐 姚璇锦的修为 心神都将逐渐被李水道所控制 甚至完全丧失自我 为了这一天 李水道精心布局 他利用姚璇锦的幻术 巧妙地控制了 那108名俯徒子 在姚璇锦的眼前 让他亲眼见证 那幽光菩提的神奇之处 这件佛门之宝 居然能够强行提升人的修为 而且速度惊人 这一幕 让姚璇锦内心的贪婪欲望 越发放大 李水道并没有立刻满足他的欲望 而是刻意压了压 他故意让姚璇锦 无法轻易得到 这样一来 姚璇锦的贪欲被进一步激发 他更加渴望得到这件宝物 当姚璇锦终于忍不住 向李水道提出要求时 李水道便顺理成章地 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让他成为自己的同参 这就是女人 李水道目光悠悠 他像蜘蛛一样 一层一层地裹着自己的猎物 直到他彻底窒息 沦为自己的奴仆 无边海 黑道 这里 海浪轻浮着礁石 风声如气如素 仿佛诉说着千年前的秘密 就在某个寂静的夜晚 三根漆黑的竹笋 如同鬼魅般破土而出 它们无声无息地生长 仿佛受到了 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 短短几日 这三根竹笋 便已经长成了水牛般的大小 散发着幽暗 而诡异的气息 终于 在一次月黑风高的夜晚 三根竹笋猛地裂开 从中走出了三名女子 她们皮肤白皙如玉 眼眸深邃如液 身上却弥漫着一种阴暗的能量 她们赤身裸体 第一时间便用周围的树叶 编织成简单的衣物 遮挡住那曼妙的身姿 清明 紫燕 莫长 三女并肩而立 她们虽此刻修为 只显二阶上品 但实则深藏不入 皆是四阶以后的修为 跨界传送 法力损耗极大 即便是阴影之主 也只能将她们的修为 强行削弱至二阶顶峰 方能完成这次艰难的传送 她们的任务 是在这荒芜的岛屿 上播撒信仰之中 重新搭建起阴影之主的祭坛 搭建祭坛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在这人际罕至的孤岛上 传播信仰 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 三人环顾四周 只见荒芜的土地上 杂草丛生 破碎的建筑 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连一丝人烟都不见 清明轻叹一声 道 此处尽无一人 我们该如何是好 紫燕皱眉道 都被杀光了 我们现在实力低微 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末长沉思片刻 道 我们先恢复力量 然后再到附近寻找 或许能找到一些土人 三女商议已定 便找了个隐秘之处 开始修炼 她们盘膝而坐 闭目凝神 黑色的阴影 缓缓从她们身上一出 缠绕着她们的身躯 随着阴影的缠绕 她们的气息 开始变得强大起来 修为也在迅速恢复 随着修炼的进行 三女身上的阴影 越来越浓密 她们的气息 也越来越强大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她们的气息 所影响 变得凝重起来 时间缓缓流逝 三女终于修炼完毕 她们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清明站起身来 道 我们走吧 去附近海域寻找土人 把他们接到这里 传播信仰之中 紫燕和墨长也站起身来 她们三人并肩而行 一起飞入到了茫茫大海 海洋宽广无边 三人又没有方向 温头乱飞 突然间 天地变色 乌云压顶 原本平静的海面 瞬间变得波涛汹涌 海水翻滚如沸 三女心中一惊 急忙提升法力 稳住身形 就在这时 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响起 只见一头巨大蓝胶 从海中浮出 妖气冲天 她身披灵甲 闪烁着悠悠蓝光 巨大的身躯 仿佛能遮天蔽日 双眼如同两团燃烧的火焰 射出凌厉的光芒 直逼三女 此妖物正是海蛟王熬裂 她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锋利的獠牙 发出一声怒吼 声音震得海水翻腾不已 她挥动巨大的尾巴 掀起一道巨浪 向三女冲来 面对巨浪袭来 三女毫无聚色 她们相互分散 各展神通 紫妍身形移动 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她已出现在熬裂的背后 手掌中凝聚出一团幽暗的能量 朝着熬裂的背部猛地轰去 然而 熬裂似乎早有察觉 猛然转身 一口炽热的火焰喷波而出 与紫燕的攻击相撞 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波动 墨长则是化作一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绕到了熬裂的侧面 她双手结印 一道道阴影能量 如同由蛇般缠绕而上 试图束缚住熬裂的行动 然而 熬裂的灵甲坚硬无比 阴影能量根本无法穿透 反背其强大的妖气阵散 清明则是凝聚出无数阴影利刃 如同暴雨般朝着熬裂倾泻而下 然而 熬裂却是仰天长笑 周身蓝光大圣 形成一道光幕 将阴影利刃尽数挡下 一番交手 熬裂见三女攻势灵力 完全不弱于自己 于是她张开大嘴 一声嘀吼 住手 熬裂的声音在三女耳边响起 她双眼闪烁着悠悠的蓝光 直视着三女 我叫熬裂 掌管这方海域 你们是谁 为何闯入我的领地 清明见状 急忙上前一步 拱手失礼道 熬裂道友 我们并无恶意 在下清明 这两位是我的好友 紫燕和莫长 我们都是散修 我们游历于此 是想寻找人族 绝无他意 紫燕也补充道 我们真的 只是路过 并无冒犯之意 莫长也点头附和道 我们姐妹三人 确实只是寻找人族 仅仅只是为了传播道统 熬裂听完三女的解释 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思索 他缓缓开口 在我掌控的海域 确实存在着人族的踪迹 他们居住在一个 名为菩提岛的地方 清明听闻 有人族居住的岛屿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他急切地问道 熬前辈 不知这菩提岛在何方 我们该如何前往 家 熬裂目光微宁 望向远方 似乎在回忆着菩提岛的方向 他沉声道 我带你们去菩提岛吧 只是 菩提岛新岛主 李水道 实力不俗 你们三人联手 也未必是其对手 清明文言 坦然说道 熬道友 您放心 我们并无与岛主交手的打算 我们此行 只是为了寻找人族 希望岛主能够赠予 我们一些凡人 让我们能够传授到法即可 熬裂听后 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你们能够如此明理 倒是难得 只是 那李水道若是固执己见 不愿赠予你们凡人 你们又该如何是好 清明文言 眉头紧锁 脸上露出几分忧色 他沉音片刻 才缓缓开口 熬道友 不知除了菩提岛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找到凡人 熬裂摇了摇头 叹息道 没有了 这海域之中 人族早已凋零 唯有菩提岛 还残存着一些凡人 三女顿时陷入了沉默 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墨长轻轻咬了咬下唇 她抬头看向熬裂 说道 若是道理讲不通 我们姐妹还是略通一些法术的 熬裂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声音如同海浪般翻涌 哈哈哈哈 好 你们既有此决心 我便陪你们走一趟 到时候 若是那李水道 真的不愿赠予 你们凡人 我们便一起联手对付她 她的话音刚落 三女顿时精神一震 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 他们知道 有了熬裂的帮助 他们此行便多了几分胜分 菩提岛 位于苍茫大海之中 犹如一颗翠绿的明珠 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 清明 紫烟和莫长三人 自远方飞来 远远便望见这座岛屿之上 凡人心情耕耘 田野间稻鼓金黄 吹烟鸟鸟 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 三人化作三道顿光 悄然接近岛屿 若是能够 悄无声息地带走一批凡人 那就没必要和这菩提岛主交涉 当他们三人 逐渐靠近那座岛屿之际 一道庄重的佛光 自岛上冲天而起 金光灿烂 那是灰红的佛光 佛光之中 范音高唱 显然岛上有人 以大神通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 清明 紫烟和莫长见状 顿时止住了顿光 稳稳地停在了半空中 他们的目的 只是为了获得一些 凡人传播阴影之主的信仰 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没有必要招惹强大的存在 在这仙界之中 强者如云 甚至拥有比阴影之主 更加伟岸的存在 懂得敬畏 才能走得更远 不一会儿 只见一个穿着金色僧袍 头戴尖尖高帽的尼姑 脚踏降云而来 他身边跟着108名 背着石佛像的苦行僧 他们神色肃穆 步伐坚定 仿佛早已修炼到了忘我的境界 那女尼姑面容清纯甜美 宛如佛门中的一朵青莲 清新脱俗 然而 清明 紫颜和墨长 却能从她身上 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妖气 这股妖气 甚至隐隐超过了 那头海骄王熬练 看来 这女尼姑并非寻常之辈 或许用不了多久 她便能晋级化神七 成为一头五阶大妖 一个海中女妖 隐藏在佛门之中 身居圣女菩萨的高位 真是有意思 一名和尚上前一步 双手合十 朗生问道 平僧法号惠明 这位是菩提岛女菩萨姚玄景 不知三位道友是何来历 来菩提岛所谓何师 清明上前一步 微微一笑道 我们三姐妹乃是修行之人 想要在贵岛传授道统 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姚玄景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三位施主倒是好志气 不过你们看看 自己这身打扮 连件好衣裳都没有 还怎么传授道统 清明 紫燕和莫长三人文言 互望一眼 脸上露出些许尴尬之色 他们此刻的穿着 确实有些简陋 清明的草裙 是由几树深青色的野草编织而成 简单粗糙 与仙界的华美衣物相比 显得尤为朴素 紫燕的草裙 则是用淡紫色的藤蔓编织 虽然线条流畅 但仍旧难以掩盖其原始的气息 莫长的草裙 则是用深色的草叶编织 显得干脸而利落 却也难掩其来自异界的痕迹 他们的身材曼妙 曲线玲珑 但由于穿着的简陋 这些优点在这位女菩萨面前 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面对姚玄景的调侃 清明等人虽然有些尴尬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 还请女菩萨行得方便 姚玄景健壮 淡淡一笑 三位姐姐若是有心传授道法 倒也可以 你们只需将道法交给我 我自会带你们传授给岛上之人 清明摇了摇头道 我们要亲自传授 你只需将凡人交给我们便可 姚玄景眉头微醋 淡淡道 哦 难道没有灵灯的凡人 也能修炼道法 紫燕上前一步 坚定地说道 没错 我们就是要传授给没有灵根的凡人 姚玄景言嘴一笑 目光冷冽地说道文 哼 看来你们所谓的传授道统 不过是打着幌子而已 莫长见状 沉生道 我们并无恶意 只是想要传授道法 给这些凡人 你若是不同意 可否请菩提岛主梨水道出来一件 我们与他商议此事 姚玄景看中莫长 淡淡一笑道 哦 你们竟然知道梨水道 是那头胆小的泥丘 告诉你们的吗 哼 我劝你们不要被利用了 菩提岛不会给你们任何一个凡人 你们还是速速离去吧 吃了一记闭门羹 清明 紫燕和莫长三人心中虽然杀意涌动 但是姚玄景身后的108名僧人 却让他们始终保持着冷静 这些僧人皆背负着石佛 虽然他们耽搁得仅止于经单期 但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却非同一般 显然修炼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强大战争 清明身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 姚姑娘 今日之事 我们恐怕难以达成共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日后若有缘 必会再见 姚玄景微微一笑 一脸热忱地说道 三位姐姐 何必如此急着离开 不如让我送三位姐姐一套衣服 以表心意 清明眉头微皱 他知道 这是姚玄景在讽刺自己 于是他冷声说道 姚姑娘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但衣服 就不必了 说完 清明 紫燕和墨长 三人身形移动 化作三道流光 向海面飞去 他们知道 与菩提岛的冲突 已经不可避免 必须尽快商量对策 空旷无垠的海面之上 一头庞大的蛟龙 缓缓浮出海面 正是海蛟王熬裂 他见到清明三人飞来 主动问道 三位仙子 可是已经达成所愿 清明眉头紧锁 与其冰寒地说道 菩提岛上的修饰太过顽固 我们商量一下 如何灭了菩提岛吧 对于这样的结果 熬裂毫不意外 他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菩提岛实力不俗 那里水道 拥有至少化神器的修为 另外 姚玄锦以幻术掌控了 108个浮屠子 可以瞬间不成佛塔浮屠阵 威力足以震杀化神器修饰 清明眼中 闪过一丝凝重 他轻声说道 化神器修饰 强弱差别十倍不止 我姐妹三人联手 对付弱一点的化神器修饰 倒也有几分把握 熬裂摇了摇头 神色凝重 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里水道的实力诡异莫测 更何况 还有一个摇旋景 此时紫燕也皱起了眉头 熬道友 你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个局面 想必心中已有良策 不妨说出来 我们共同商议 熬裂缓缓说道 你们从这里往北走 那里是朱婆龙的海域 朱婆龙拥有炼虚气的修为 实力强大无比 若他出手 那里水道必定难以抵挡 清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竟然熬道友 与那里水道有怨 为何你不亲自去请那朱婆龙 熬裂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谁跟你们说我跟那里水道有仇 我跟他没有一点仇怨 只要他不来对付我 菩提岛主他愿意做多久就做多久 只是那摇旋景 原本是我的属下 却背叛了我 投奔了里水道 若是你们能攻破菩提岛 我才有机会去找摇旋景算账 清明 紫燕和莫长三人面面相去 心中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清明犹豫了一下 问道 那我们怎么才能请得动那朱婆龙呢 熬裂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 那朱婆龙是个极端好色之徒 你们若要请他出手 恐怕得有所牺牲 清明 紫燕和莫长三人闻言 顿时面色一变 清明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既然那朱婆龙是个好色之徒 那我们前去 岂不是羊入虎口 熬裂微微一笑 请练续气的大能出手 仅仅只是付出一点色相 实在太便宜了 若是你们愿意 我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 否则就算了 说完之后 熬裂沉入到了海中 清明 紫燕和莫长三人面沉如水 陷入沉思 莫长凝望着海面 眉宇间透露出一丝不安 姐姐明显有诈 这熬裂只怕把我们三姐妹当猴耍 紫燕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她冷哼一声 哼 我早就看出这熬裂心怀不轨 她这般模样 岂会真心与我们合作 不如先干掉她再说 清明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她在海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想要杀她 绝非一事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清明思索片刻 沉生道 回黑岛 阴影之主会对我们指引 半日之后 三人回到黑岛 这里是阴影之主的信仰之地 如今却是一片荒凉 祭坛被毁 信徒皆亡 只剩下断壁残垣 清明目光坚定 她指挥着莫长和紫燕 开始重建祭坛 虽然过程艰辛 但三人都是阴影魔后 法力强大 很快便彻底修复了祭坛 只是祭坛虽然修复了 但却依旧 无法与阴影之主沟通 他们必须用本土生灵进行祭祀 这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清明沉生道 我们需要拿生命来祭祀 修为越高越好 数量越多越好 莫长和紫燕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清明的意思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潜入大海之中 开始捕猎妖兽 清明 莫长和紫燕三人 直接潜入到了深海之中 在潜海捕鱼 根本不适合他们 他们带不了多少普通鱼上岸 他们只能去深海捉妖兽 他们需要捕捉那些 生命力更为旺盛的深海妖兽 以此作为与阴影之主沟通的祭品 深海之中 一片漆黑 只有他们手中发出的淡淡光芒 照亮了四周 周围的海水冰冷刺骨 压力巨大 但对于他们这样的阴影魔后来说 这些都不足为惧 突然 一声尖锐的婴儿啼哭声 在深海中响起 震得三人耳膜声腾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那是一头六鹰兽 它手上拿着六件法宝 散发着强大的水系道法气息 六鹰兽是四阶的强大妖兽 实力深不可测 它一出现 便对三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一时间 海水翻涌 波涛汹涌 仿佛要将三人吞噬 清明他们丝毫不惧 立刻联手反击 他们各自施展出强大的法术 与六鹰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时间 深海中光芒闪烁 法宝碰撞声 法术轰鸣声 此起彼伏 经过一番激战 六鹰兽不敌逃离 清明三女顺手 在海底捕捉到了 三只二阶的车渠妖兽 祭祀了这三头妖兽 足以沟通阴影之主 黑道 清明脱掉了身上的草裙 赤裸的身体被阴影所覆盖 他站在修复后的祭坛之上 周围环绕着淡淡的幽光 他的目光深邃 仿佛能够穿透无尽虚空 直达万界深渊 墨长和紫烟恭敬地站在一旁 等待着清明的指令 他们知道 这是与阴影之主沟通的关键时刻 不能有丝毫差错 清明深吸一口气 开始念诵古老的咒语 随着咒语的响起 祭坛上的三头贝壳妖声命力 被彻底抽取 化作血红色的光芒 萦绕着祭坛 一股神秘的力量被唤醒 突然 祭坛上空的虚空开始扭曲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中透出 清明他们知道 这是阴影之主降临的前兆 阴影之主 我等再次献祭 请求您的垂青 清明恭敬地说道 虚空中的气息越发强烈 仿佛有一个巨大的眼睛 在注视着他们 突然 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在他们耳边响起 尔等可是遇到了麻烦 清明不敢有丝毫隐瞒 将此地的情况如实相告 黑岛附近的确有人足 只不过我的实力不足 无法与其交涉 阴影之主沉默片刻 说道 只要等陷阱一个四阶妖兽 我便可加尔等提升至五阶 阴影魔尊之境 届十二等三人联手 足以镇压一切 清明他们闻言大喜 连忙谢恩 他们知道 这是阴影之主 给他们的巨大机缘 他们必须好好把握 随着阴影之主的离去 祭坛上的光芒渐渐消散 清明静静地站在祭坛边 目光深邃 仿佛在思索着未来的道路 他的沉默 让周围的空气 都显得有些凝重 子言轻步上前 轻声问道 姐姐 我们姐妹联手 要杀死一头四阶妖兽 并不困难 可若是想要活捉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墨长也皱眉沉思 回想起刚才与六阴兽 在深海中交手的情景 那强大的水系道法 和法宝的威力 仍然让他心有余悸 沉默两久之后 清明缓缓开口 活捉四阶妖兽 的确难如登天 不过若是能够让熬道友 自己把自己献祭了 那就不需要动手了 子言和墨长听完后 眼中都闪过一丝光芒 姐姐的意思是骗 子言轻眼小嘴说道 清明点点头